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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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 请主谓大德翻开 禅宗永家集 内文第四十八页 我们今天从四十八页 劝有人书第九 这个部分开始讲起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四里不二 第八介绍完了 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部分 是刘通风 是本集的刘通风的部分 这劝有人书 是因为他的道友 玄朗传师 那写信 那邀他一起去驻山 那他就劝玄朗禅师 要入室度众生 你这个驻山 如果你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 你驻山 只是在想轻浮而已 你不是真正 修明心见性 如果你真明心见性 那哪里都一样 因为他见到诸法空相 不生不昧 不够不进 不真不见 这到哪里都一样 所以他不仅仅 没有听从 他那有人闲南禅师的 邀请驻山 同时他也劝导 他的道友 要入宿度众 修正无上菩提果 所以这为什么叫刘通风 就是劝导 就是劝导 修行不是指自己享受 吉尽安乐 那个享清福 而是在普渡友情里面 正的一切法空 到哪里都一样 所以这是属于刘通风的部分 那吾州 浮阳县 左西山 南禅师 昭大师三居疏 这个吾州 这个吾这个字 是美丽的意思 美丽的意思 美貌 美丽美貌 美丽美貌 是吾 这个地方啊 这吾州 是在浙江省 境内一个区域 这个地方风景非常的秀丽 所以大家都称它 这是一个美貌之地 在武洲 在蒲阳县 这是蒲阳县这个地方 左溪山 这个山名是左溪山 因为这个山中有一条非常秀丽的溪 溪水非常的透彻清凉 左溪山 郎禅师 郎禅师在玄郎禅师 玄郎禅师 他是唐代的出家人 唐代生 那就是玄郎禅师 他的名气很大 他是天台中的第八祖 天台中的八祖 是浙江伊乌人 他是住在浙江 所以他也 住山也住在浙江省的武洲 他浙江人 他俗姓傅 傅大师的傅 所以他跟傅大师是亲戚关系 是傅大师的第六代孙 傅大师 有人说他是密勒菩萨世线 密勒菩萨再来的 他是他的第六代的孙 智慧明 号左溪 九岁的时候出家 都年轻的时候 年少的时候就出家 所以很单纯 容易成就 如果心息久了 要先把心息掉 就成够除掉 再来修行 那又慢了一劫了 所以他这个童年的时候 九岁就出家 所以很单纯 很容易成就 他出家的时候 柏兰秦经 在今年 大波涅槃经 大波涅槃经 跟法法天台都是一样的 都是元顿教的法门 大波涅槃经 最主要告诉我们 如来常住 从来没有入涅槃过 所以我们要 菩提心要正确 发心正确 自由如来 来协助你 当我们的真上缘 来教导我们 同时也告诉我们 众生都有佛性 你只要把污垢除掉了 你也成佛了 我们就是染污 事实上佛性是不受染的 就像太阳不受染的 像今天 这个阴天 并不是太阳受染 是因为 太阳跟地面中间有了云层 这云层把它扫掉的阳光就现前了 所以在我们的真如佛性 我们受染不是真任染 它起浪 起心攀缘 起浪 那你以为境界是真的 你把它放下来的不再往外远 佛性就现前了 所以我们 第六四 我们八四 我们虽然是讲八四五十一新所 但是其实真正在活动的是第六四 所以第六四是我们活动的中心 因为你前五四没有第六四 它根本没办法分别 那第六四 第七四如果没有第六四 它的染静意也不能存在 所以六四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这个世心 它没有体 它没有体 它体就是真如 就是佛性 它动了 动起来了 起心攀缘 身面向动起来了 我们就称名字 称它名字叫八四 如果它放下万年心静下来的 那就是佛性 所以体性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那都是同一个佛性嘛 只是一个动 一个静 一个安静下来而已啊 所以它是九岁出家 博览秦经 专联大波涅槃经 那大波涅槃经讲佛性讲得最详细啊 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明 我们用的方法是借教物中 等到我们把这前八部经典学习完了以后 韩经 金刚经 心经 元节经 八四归己诵 大圣起信论 嫩言经 嫩且经 唯谋己所说经 因为嫩且经让你 让你物质性 让你健体 然后唯谋己所说经 让你了解从体起用 大机大用 那最后 会归大波涅槃经 告诉你 如来常住啊 众生都可以成佛啊 应该众生都有佛性嘛 而且在这里面把佛性讲得非常详细 让你能够开悟自信啊 所以在谈经里面啊 佑主为四位祖师 依大波涅槃经 解释 解说大波涅槃经 让他们能够开悟啊 所以大波涅槃经很重要 而这弦朗禅师是 专攻大波涅槃经的 而且以子官为入道 安心之要 那子官很重要 你没有透过子官 怎么能够断烦恼 所以你在学习经教 如果不从经教里面找出 子官的方法 你怎么能够成就 子是把烦恼主席子 主席烦恼 当然烦恼很多啊 我们有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敏烦恼 所以子的目的 最后是要止息 无敏烦恼 正真如 那官什么 官诸法实相 能够官照一切万法的真相 他原来就是我们的一心三地 既空 既假 既重 所以能够起官 知道这一切法空啊 无自信 是我们众生心内发现的 真的这整个司法界的宇宙人生万法 他真是就是一个生命的体而已啊 他是一个生命的体啊 本来只有一心嘛 就是一个生命的体啊 但是因为这生命的体起来让 所以变成见地思维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变成了 有司法界的众生 其实这司法界源自于一个生命的本体而已啊 所以要了解思乡 知道说 原来这整个宇宙人生万法就是一心的三地理 既空既假既重 那体性是空既啊 你看你现在在思维的接念心 体性空既啊 但是因为这些思维的不一样 它染污的境界不一样 才有这死法界三千诸法 这个我在前面都跟大家讲了 因为我们有根本无名的见识无名 还有的着空 有的着清静 有的着喜乐 着五一六成 加上种种造作 变幻出十法界三千诸法 那当体既空啊 就像你做梦一样啊 梦没有醒以为是真有的 那梦醒了知道他就是心 只是心而已啊 虽然你在做梦的当时也是空啊 只是你没有醒啊 所以你以为现在是真有的 这是我们的心里发现 因为我们在人间法界啊 你看到人间法界的境界啊 其实当体就是心体啊 所以啊 观就是你了解这个道理啊 能够来起观离相啊 所以你离相打成一片 不离而离啊 离一切诸相即明诸佛 所以没有透过止观你是不能断烦恼的 那我们修学啊 这个止观的方法 当然如果一下子要叫我们在静态 在那个动态中啊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实在是个大染缸啊 如果你在我们这个世间 在每天处事待人接候中 要能够观照实相 我看都太慢了 来不及了 对不对 心已经攀岩下去了 已经来不及了 已经照做出业 再来 止观又慢了一步了 所以 需要在静态中先训练啊 所以我教大家做产的就是 先把心止住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心止住 你关不起来的 你一关就关到了 啊 这世间法 一想齐观啊 就想到其他东西地方去了 所以心反而乱了 所以先把心止住 所以依止而成观 把心止住以后 再来关一切法空 关我空 法空 一切法空 这法界就是真如 它就是一心三地理 所以这一切万法空 把心放下来 不要打妄想 把心放下来 恢复那个空敏囊静 集而造之而即 一个真觉的解知性 慢慢 这样关习惯了 你在境界中才慢慢才有办法习惯了 所以依止观的方法 来断我们的烦恼 离向正图体啊 所以 它的方法完全是正确 所以自以止观为入道安心之要 那平日它毁人不倦 殷勤讲学天台的教法 所以它是天台的第八主啊 所以天台中 在唐朝的时候 就由于它的推广 所以由私转盛 非常的新盛 所以当时的世人就称它为左膝尊责 尊责 因为它的号左膝嘛 人家称它左膝的尊责 尊责 它的阿罗汉的境界 那就这样来称呼它 左膝尊责 其后因爱好山林 而隐积在雾州浦阳县的左膝 岩 左膝这个山 山岩 这个山石头很多 所以就长得七型怪状的石头 所以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秀丽 那他住了山以后 觉得这个山景 非常的优美 所以他的写信 那腰 这个 这个 勇家禅师说 哎我们一起来住山 来乡房 那这个 这个 勇家禅师回封信 希望他能够入宿度众生 所以先把他的腰寒 先写出来 为什么 会有 这个勇友人书的因缘 就是从 这个邀请寒 而生起的 所以 这一封 吴州浦阳县左膝山 郎 禅师招大师三居书 这是一个缘起 因为有这样的缘起 所以才有底下的 勸友人书 好 我们请看这封信的内涵 至到灵溪啊 泰然心意 高低封顶 正喜常有 十四圆堪 佛夫燕作 轻松必遭明月至深 封扬白云 仲目千里 明花香果 蜂鸟 玄江 玄 元宵长银 远近皆听 锄头当枕 戏草为瞻 世上真容尽真 仍我心地为达 方乃如思啊 当有寸云 愿垂相仿 他就写这么一封信 给这个玄姐禅师 她说啊 我自从到了灵溪 这灵溪啊 就是左溪这个地方 因为这条溪啊 很有灵气 非常的秀丽啊 所以她把它称为灵溪 那样灵气的一条溪 那 自从到到这里以后 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 所以我泰然心里啊 我心开意解啊 我心里非常的开阔 心胸非常的舒坦 非常的开朗 不过人家白吊的 好像突然的松开了一样 泰然心里啊 心开意解 心里非常的欢喜活络啊 看到了 远处高低的封顶啊 你看她这种封信 这一封短短的书签啊 描写这个山进 描写得非常的美好 非常的庄严 所以她仰望过去了 高低封顶啊 这个美得不得了 美不胜收啊 而她呢常常正习常有啊 所以啊 她白天就是正习在游山 游山玩水啊 正习啊 这个习是习葬 这习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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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迦瑟佛的时候啊 是为两谷十二凡 他有两谷十二凡 所以每一谷都有六凡 他在表真属二地 即十二因缘 这身后十二因缘 那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他是四谷十二凡 一个西藏 他有四个谷 四个圈圈四个谷 底下四个有十二凡 那个圈圈的十二凡 那四谷 四谷也是表四地 那十二凡是十二因缘 那释迦摩尼佛的表真 二谷十二凡是表真属二地 那十二因缘是一样 不同只是两谷 一个是四谷 这是有助于出家人 脱波及行脚之用 出家人 你走这个山路 西藏一阵 可以把这些草里面的蛇 还有一些小动物 趕走 把他趕走 有这个作用 那如果他是 寻起脱波的时候 在人家家门口 正式 有声音 也只是出家人来脱波了 他们就供养饮食 所以是有助于脱波跟行脚之用 那他有这些山峰 正喜常有这些山峰 在山里面有十四颜堪 因为这个山石头很多 一石头居多 所以很容易就找到十四颜堪 找到这个十栋 很多 到处都有一个十栋 你走累了 可以在十栋里面休息一下 甚至你可以在十栋里面 参参 敬打坐参参 那种 那种诗情画意 一定很殊胜 所以他十四颜堪 在石头里面的 这个十四里面 像个佛堪一样的 可以在里面修行 那坐在里面呢 佛夫愿坐轻松必招 你看 那个佛夫就是微风吹进来 微风吹进来 而是在山上清凉的风 充满了分多金 很多的分多金 你看那个分多金 那个山上空气好啊 分多金 里面很多氧气 吸了以后啊 不会昏沉 你看 我们在房子里面呢 又有些冷气室也关起来 在庆座久了就昏沉了 为什么 空气不够 氧气不足 在那个山里面呢 微风吹过来 坐在那里啊 非常的安逸啊 甚至一种人生最高的享受 享清福啊 暗座坐在那里 心里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安详 非常的平和啊 在暗座坐在那里 那眼望的轻松必招 看着啊 那个轻松 你看在山里面 在石头边长出来 那个松树啊 它长得奇形怪状 你看我们国画 你看我们李居士画的国画里面有轻松 对不对 那个轻松都画得 长得歪歪曲曲的 很奇怪 很秀丽啊 那轻松长了 国画很喜欢画轻松啊 轻松还有这个必招啊 就是潭水啊 那个轻绿色的潭水啊 非常的轻绿 清秀啊 所以看到这个轻松必潭 明月至深 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啊 天一黑下来的时候啊 明月至深 为什么 它山很高啊 云都在下面 所以云挡不住月亮 所以它云烈 一到了 稍微 天色暗一点的时候 就看来 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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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看到 哇 光明 光明 如灯啊 的月亮啊 尤其那个感觉好像 手一伸就可以把它取下来 你在高桑上 空气干净 你看那个月亮就是那种感觉 好像手一伸就可以把它掏下来那种感觉 所以那个明月 像是自己自身 自己伸出来一样的感觉啊 那风扫白云 众木千里啊 你在因为云在底下嘛 所以当有云的时候 你底下看不到啊 可是当吹起风的时候啊 把这白云一扫了 整个山景看得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啊 那种秀丽啊 那种内心的舒坦 那种感受啊 那种心开意解那种感觉啊 众木千里啊 那你非常地舒坦啊 那明花香果 've 风鸟悬江 又storm久 黄昭腸蝇优 远近 皆听啊 那 mustache 眉花 那 quá 啊 明花 factories ever got tops 那個深山裡面的藍花飄過來 藍花是你故意要聞 聞不到 但它自自然然飄過來那種非常高雅清淡的那種藍花 好像整個空氣都是帶著香味 帶著清淡的香味 那種聞過來 讓你真的好像所有的毛病都去除一樣 能夠去百病 讓身體精神非常的開朗 所以這明花香果 還有那水果的香 已經成熟的水果香 因為那個野山裡面的水果沒有人才 都是自然成熟的 那因為水果呢 它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還原它的後代 所以它那個香氣逼人 那些猿猴會去採那個水果 小鳥也會去採那個水果 然後帶到其他地方去 掉在地上 它就可以繼續的還原它的後代 所以當那個水果成熟的時候 那個非常的香 而且水果香是很自然的 那當掉到地上以後啊 有些猴子啊 有些象啊 你看那個電視在演的水果 那個猴子啊 那個象啊 去採那個熟透的那個水果 掉到地上吃了 吃飽了以後 大家都醉了 那個香也醉了 猴子也醉了 隱隱乎乎的躺在地上 這它成熟的是很香的 這棉花啊 香果啊 那個味道啊 實在是無法去形容啊 所以蜂鳥咸漿啊 那山上的那個鳥啊 就去採這個水果啊 被那個香氣所引誘啊 就採這個水果 從眼前這樣揮過去啊 一直採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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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一群一群的揮過去啊 讓你覺得這個大自然的那種景色啊 那元宵長寅啊 那猴子啊 遠處的猴子這樣叫的聲音啊 那個空谷回音啊 在整個山中環繞了 長寅啊 在山中環繞了 讓你這個 好像耳朵旁邊 都能夠聞到這種大自然的氣息啊 這眼鏡皆聽啊 那除頭當枕 細草為瞻啊 那因為在山上自己生活嘛 所以總要找塊平地 種一些青菜 種一些青菜啊 所以這種除草啊 種青菜啊 累了 除頭都放在地上 躺在那個青草上 稍微打個噸 休息一下著 除頭當枕了 細草為瞻啊 像我們這個茅毯一樣啊 那個細草 嫩草 躺在那草上 那個大地上 那個野山 沒有污染的野山 躺在上面啊 對身體是非常的健康啊 因為它能夠吸起大地 大地中的土氣 那這個土氣啊 土氣對我們的內臟 非常的有幫忙啊 尤其胃 胃部很需要這個土氣 所以以前有個朋友 他是學先中的 他就說啊 你到他身上的時候 看到那個大地如果是清脆的那個野草 你把襪子偷下來 脫掉 兩隻腳站在那個草上就觀想 從你的湧泉穴吸那個大地的土氣 吸到你的身體內臟裡面 有助於你的健康啊 對不對 所以 那這個山人禪世 他是出頭當枕 然後以細草為那個毛 有那個毯子 躺在上面 你看多舒服啊 微風襲來啊 還有聞到這茗香花果 還有眼睛看的蜂鳥鹹江啊 還有那個猴子啊 那個長蕭啊 在空谷回陰啊 尋回不去 哇 那個景色很美啊 觀想起來 真的是很美好啊 所以 世上真榮 竟爭人舞 心地未達 荒乃如斯啊 那仕途難料 奇奇難行啊 所以 以前 這個 這個 那個鳥柯禪師啊 白居去看他睡在那個 住在那個樹上 對不對 他問他說 什麼是佛法大義 他說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啊 他說 哈 這個道理 這三歲小孩子也懂啊 欸 那鳥柯禪師就告訴他啊 雖然這三歲小孩子都能懂啊 但是八十老翁 醒不得啊 做不到啊 然後 白居就說 哎呀 你在那個樹上很危險啊 萬一颱風 或者什麼一不小心掉下來 會摔成重傷啊 啊 鳥柯禪師 你在觀場才危險啊 半君如半福啊 對不對 有一句話 半君如半福 哪一天皇帝情緒不好啦 你講一句話 他把你錯覺了 誤會了 哈 抓下去什麼 什麼 哈 是不是 說不定砍頭啦 說不定命都沒啦 哈 聖帝有時候被攻刑啊 你看我們那個 有位死記的司馬遷對不對 他就被攻刑 你看 皇帝一句話 嘿 他身體就受傷了 所以他說啊 世上真榮啊 啊 仕途燃料啊 啊 齊齊然形啊 所競爭人物啊 互相在那裡傷害啊 你看最近 那個 那個 電視在演高雄那一些 那個電視在拍賣 那個叫什麼 哈 那不是網拍 那叫什麼 網紅 網紅是不是 嘿 在那拍賣那個 你看 彼此在那爭奪利益 你看 斷手斷腳 哇 嘿 這樣互相的殘害 這個就是世上的真榮 競爭人物啊 所以心地未達 方乃如斯啊 看不開放不下 才那裡啊 啊 得不到啊 盡量想得 那得到了 怕又撕掉了 其實呢 你根本用不完 有的人他財富很多 還是拼命貪 拼命要去 去撈取 你已經用不完了 你撈那麼多有什麼用 就是一念貪啊 人心不足 舌吞象 所以這是心地未達 不了解啊 你只是活在你的思維裡面啊 你只是活在你心裡的感受而已啊 所以我常講 我們是活在我們內心世界啊 外面只是一張白紙啊 那只是因為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從小的欣喜啊 學校教育 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 還有生活習慣 民情 風食 社會的欣喜 讓我們養成這種喜氣啊 所以我們是活在我們自心世界 所以小朋友什麼都不認得 慢慢慢慢長大什麼都認得了 然後貪稱之慢 哎呀 這個 這個 什麼喜氣 壞習慣的養成啊 那為了 他獲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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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的利益啊 不擇一切手段啊 用盡了腦筋啊 到了老的時候 有嚴重的老人痴呆症了 又什麼都不認得了 他以前賺的那些財物也不認得了 自己的家人也不認得了 包括自己也不認得了 那個時候啊 你給他住在豪宅 或者給他住在那個豬窩裡面啊 他也沒感覺 好像都一樣了 你給他吃山珍海味的美食 跟給他吃那個燒水飯 他也不知道 他一樣吃 他都平等了 是不是 可是他走路不會碰到你啊 他不會碰到你 但就不認得你 他什麼都不認得了 一跨出家門 馬上失蹤了 對不對 甚至要給他寫上名牌 地址 電話 對不對 所以一走出家門 就失蹤了 你看 他的生命就是一張白紙 所以我說 我們是活在我們內心世界 當我們現在心事有在活動 你會有貪稱吃慢 犯德犯失 恩怨情仇 人我是非 到了那個嚴重的老人吃太症 也沒有人我是非 也沒有貪稱吃慢 也沒有利害得失 也沒有恩怨情仇 可見我們是活在自信世界啊 真的 所以我們如果生活過得去 要把我們全部的體力用在修行 要了解實相 要認識宇宙人生真實的面目 原來這就是一個生命體啊 一個生命體叫一心 這個生命叫一心 本來是一心 但是因為每一個人息息不一樣 變成很多心了 所以才有了這四法 這三千諸法的產生 就是這一心的源起而已啊 要了解真相啊 所以啊 當然如果我們生活都不能溫飽 那當然這個修行很辛苦啊 但是如果我們生活夠溫飽 全副的精神要用在修行上 把我們的貪稱吃慢 把這個無名其妻處得乾乾淨淨 回後它清淨解脫自在無愛 智慧圓滿的我們生命的本源啊 所以這一些都是啊 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啊 看不開放不下 不了解你是活在你的自心世界啊 外面沒有世界啊 是這樣啊 我一視覺就告訴你這一點 告訴你 你是活在自心世界啊 潛乳是琳娜 第六師把琳娜進來的這些 這些幻影啊 這些影像在那起心思量分別啊 然後經過沈利師決定是動發甚至去造作 造作就有了夜視了嘛 那將來遇到了原種子期 現行現行新種子 這樣生命相續不斷的 如果我們是凡夫迷嘛 那就被決合成越迷越深 那萬般代不去 唯有夜隨身 到了傑森命中的時候 又被夜歷千年 不曉得逃生到哪一道去了 所以這都是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啊 所以擋有寸陰願垂相防啊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希望你來我這裏啊 小住幾天啊 來我這裏來探探老朋友啦 訪問同的老朋友啊 我們這個聚會 聚會一下子 談談自己修行的心得啊 邀他來住山這個儀式 那接下來他就大師打朗禪師書 他收到他的這一封書信以後啊 他就給他回個信 也勸導他要出山度眾生 我們請看內文 這個四十九月第二行 自別以來 精精數載 謠心見祥時負成老 呼奉來書 釋然無力 不委信後道體如何 法衛之神 故應親樂也 玄節初得原始 親勇得因非言可恕 承懷截操 獨處幽西 閩擊人間 潛行山谷 親朋絕王 鳥獸石游 靜夜綿綿 中朝幾幾 視聽多席 心淚俱然 獨樹孤峰 端居樹下 喜帆參道 他給他 回風書信 他說啊 自從我們離別以後啊 前次我們見面離開離別以後啊 這一離別不是幾個月啊 金金素載要好幾年了 古代交通不方便啊 真的要見個面啊 真的很不容易啊 所以這一離別經過幾年啊 遙心見祥啊 十父成老 我常常在想 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啦 住在什麼地方了 所以常常在 實時常在想念你啊 所以十父成老 這個老啊 是很平穩的意思 實時就想到你 實時就想到你啊 想到 你的智慧啊 想到你度化眾生啊 想到你深入進障 想到我們 大家 積極在談到那種神情啊啊 常常在拭目啊 所以遙心見祥 十父成老 想到非常的平凡啊 呼奉來述 釋然無力 不為 信後到底如何啊啊 啊 那突然知道你的信呢 啊 知道你 釋然無力啊 啊 你生活非常的狹義啊 啊 很適合你住的地方 你在那裡住得非常的適合 啊 非常的狹義啊 啊 非常的自在 無憂無慮 但是呢 不為信後 到底如何啊 但是 你的信中啊 卻沒有說明啊 不為 這個為是原為 所以你在信中 還沒有說明的地方啊 就是你到底如何啊 你身體如何啊 你卻沒有說明啊 但是從你這個信中看起來 你應該是過得很快樂 但你身體如何呢 表示你看 他是非常關心 啊 我們同餐道友啊 雖然你生活不錯 但身體如何呢 但我實在想啊 法慰之神 顧應親樂也啊 你以這個法慰來滋養身心啊 對不對 有佛法 信仁大師怎麼想 有佛法就有什麼 就有辦法 對不對 所以你有法慰在知神啊 有佛法就有辦法 你應該親樂也啊 你應該身體健康啊 生活無憂無力快樂自在吧 那玄姐粗德原始啊 輕勇德因非緣可恕啊 那玄姐粗德原始啊 我是沒有修行啊 你看他很客氣啊 我粗德啊 原始粗德就是說 我沒有修行啊 我是採學非常的粗淺啊 我是採學非常粗淺 看見你來信啊 我常常拿你的信來做我的學習啊 我來享受你那種意境啊 所以粗德原始啊 所以我採學是原始的 經常 時常勤勇德因 我勤就是非常的恭敬 來讀誦你寫來這個書信 勤勇德因 玄姐沒有修行才學粗淺 所以我時時我都很恭敬的 來讀誦你寄來的信函 你看很客氣啊 這個勤勇德因 非緣可恕啊 我閱讀了以後啊 真的是心有所感啊 諸多感觸 我們俗話常講 讀後覺得心有欺欺緣啊 有這種感覺 非緣可恕啊 沒辦法來形容我內心的感受啊 那陳懷結操 獨處憂悉 敏擊人間千心三骨 那你的自心陳懷的超臣脫俗的傑超啊 這個他雖然這個玄狼禪師啊 大家尊他為左膝尊責 但是他不想不羨慕人間的榮華富貴 不羨慕人間的這個名倫利養 他能夠捨掉這一切啊 所以啊陳懷結操 他看破這些事成啊 對於這些名望你看 天台中的八祖啊 被稱為左膝尊責 你看多少人要供養他 要親近他啊 但是他看破這些假象啊 所以自心陳懷的超臣脫俗的結操啊 陳懷結操獨處憂悉啊 就是一個人住山 住在山裡頭啊 跟這個鳥獸叢雲為伍啊 又說憂悉 敏擊人間啊 而不以人處啊 因為大家接近他 親近他 供養他 禮拜他 來尊敬他 他覺得 這對自己有什麼意義呢 可是他卻忘卻了 你既然修行有成 你就要教化眾生啊 幫助眾生啊 而不是在山裡面享親福啊 那底下大師就會勸導他 要入世度眾生啊 所以敏擊人間 潛行山谷啊 你就隱擊在山谷裡面 大家都找不到你啊 所以親朋絕網 鳥獸石油啊 這個 親戚朋友 因為太遠了 你住山也不知道你住在哪個地方 也不容易找得到 所以親朋絕網 所以你只有一個人啊 跟什麼 鳥獸石油啊 跟鳥啊 瘦啊 圍舞啊 圍鯉啊 那靜夜綿綿 中遭幾幾 視聽都是心淚俱燃啊 綿綿的安靜了 到晚上 整個晚上非常的激進 只是聽到了那個鳥叫蟲鳴啊 晚上就聽到這個蟲鳴 吸水慘慘的聲音啊 靜夜綿綿啊 非常的自然 綿綿的 非常的自然的那種 我們講天賴 自然的天賴 靜夜綿綿啊 中遭幾幾啊 那白天起來只有鳥叫蟲鳴啊 還有聽到這些 那些 圓消 長隱 遠近皆聽啊 所以 只是接觸到這大自然的景色 景象 視聽多喜啊 所以不會看到人間的這種喜燃啊 沒有看到人間的景象 不以人為無啊 所以 視聽多喜啊 心淚俱集啊 那當然 你心裡就沒有負擔 沒有掛愛 不會想到你的這個人間的事情啊 所以心裡沒有煩累啊 不會憂煩 不會疲倦 不會擔心叫眾生難化啊 該用什麼幫法來接引眾生 這弟子們相互之中的 這個互相不能和睦相處啊 那這個居士們啊 大家都有所爭執 不會被這些所影響啊 所以心淚俱然啊 你真的是自己一個人住在這個 住在這個孤峰啊 住在一個山峰 一個石灘裡面啊 住室 孤峰啊 端居樹下 白天沒事就坐在樹底下 在那裡參道啊 所以習煩參道啊 把這些 這些煩屬的事情啊 遠離了 遠離了這些煩屬的事成啊 然後參道 這個參是同我們吃早餐晚餐的餐 餐飲的餐 也就是修道的意思了 習一切的煩惱在那裡修習道 這個道行 在那裡養道 在修道 前面這段文是讚美他 底下就要勸他要出山了 我們請看四十九頁 第七行 成何如知 然而正道極了 雖有修而然會 邪途鮮饒 乃無喜而易輕 若非解氣玄宗 行負爭去者 則未可丟居抱拙 自為一生魚 應當薄血先知 福音誠肯 執掌欺欺 整意端容 小葉望疲 始終前仰 著錯身口 堅經怠慢 不顧行海 專精至道者 可謂成神方寸 呼籲彩妙探選 死非容易 抉擇之刺 如禮輕兵 必須側耳目而奉弦音 術情成 而賞優至 望遠厭職 著類參圍 細替遭尋 不難思乏 如是則乃可淺行三谷 極類絕情哉 這開始勸他了 前面是讚嘆他 對不對 後面就是要勸他 勸導他 你要真羞是正 所以他說到了 誠如何之 假如果真如我前面所講的這個樣子 誠或如之 假如說 就像我前面所講的這個樣子 你就像前面我形容這個樣子 然而啊 正道極了 你要知道 正道是心裡沒有依靠 極盡永安 沒有依靠 所以我常講 我們自信本自清淨 清淨無然 沒有任何一點依止啊 所以佛法是伯爾法 伯爾法是什麼 當我們心不足以有無兩端 不足以善惡 不足以好壞 不足以世間法 不足以初世間法 清淨至於無所一之 這樣遇到了遠 自深自顯 這個叫伯爾法 這就是真理啊 它不是善也不是惡啊 在我們世間有分別的眼光 看這個 這個是善 這個是惡 你看啊 很慈祥 很慈悲 這是善 你看啊 震怒發大脾氣 這是惡 其實佛法是伯爾法 當你心清淨無然 無所一之 它遇到了遠 自深自顯 這是佛法 它沒有世間法 也不是世間法 也不是初世間法 世間法就是相對待的 好壞 哈 是非善惡 這相對待的 初世間法有兩種 一種是圓著涅槃極境 這二聖的 那菩薩是圓著空甲中 這原理法 這初世間法 到了一佛聖 無所緣啊 我們叫無功用心 清淨自無矣啊 所以我們的道體 我們的心本來是這樣子 清淨無然 無所一之啊 真心是這個樣子啊 你有沒有爭到這個真心啊 如果你有爭到這個真心 你怎麼會去淋納外城的禁忌 會淋納這些 元侯大自然的景色 會去欣賞這些呢 喜歡去住山 你到哪裡都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人道 正到極了啊 是清淨淨然 是本質極淨 到哪裡都一樣啊 所以雖有修而難會啊 這不是你有修啊 你就入不了啊 這有修有正 不是真正的正啊 真正的正啊 是從零度一直走走走走走走 走回到了原點 三百六十度 物了同位物 得就是不得 所以供養無量無邊火 不如供養一位無修無正者 這位無修無正者 是物了同位物 是得就是不得 是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啊 所以當我們從零度開始修習的時候 在零度的位置上是什麼 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啊 當你在精進用功的時候 你一心向道 是見山不是山 見水不是水 因為你一心向道 你已經不會在乎這些外境的影響了 等到你修正成果 成功的時候回到了原點 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物了同位物 得就是不得 你還是見山還是山 見水還是水啊 但你在零度的時候 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是什麼境界呢 是來來去去 轉代去 對不對 一大堆事情 見山是山 哇 取心攀念轉代去 等到你回到360度原點的時候 看起來是原點啊 但是這時候啊 你見山還是山 見水還是水 但是你的心境是 無來無去無事 清淨無然啊 所以啊 雖有修而然會啊 所以如果你是指說我在修行 我在用功 那是在走360度的過程中 等到你真的圓滿菩提的時候 得就是不得啊 所以 雖有修而然會 所以最後的成就的時候 都要直下會起 不能再有所依靠了 直下就是這個心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啊 那直下會起啊 不能再 啊 我已經心清淨了 我已經一切法不受了 那你又受了這一法 所以得就是不得啊 所以雖有修而然會啊 邪途宣饒 乃無時而易清啊 如果你是 邪途是什麼 心外求法 外求諸法 我要得涅槃 我要得什麼 我要得解脫 這是宣饒啊 你為什麼不一起放下啊 你看 那慧民禪師 他為了躲一波追到了六祖 慧能大師 提罪一波不動啊 所以他改口啊 成仁則我有法來 不會依法 欸 六祖大師這時候 才從那個草叢中出來了 你既然為法而來 你放下萬元 把整個心放下來 物身一面 放下萬元 叫他端坐 叫他坐禪端坐 放下萬元 良久啊 就是大師看到他 入境界了 就告訴他 不思善不依不思惡 正以摸死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 就這麼簡單 放下萬元 一照 哎呀 原來 集而長照照而長疾啊 靈光毒藥啊 寡然當厚啊 原來就是這個 是這念心啊 適心適佛 適心作佛啊 沒有任何點依靠啊 如果你還是 哎呀 我看到我的親近無相 你還是有一相 所以只能夠直下會去 直下承擔 所以邪徒鮮老 就是你心外求法 心外去求解脫 心外去求涅槃 不知道自心本質卸脫 是你起心攀怨啊 不知道水本來不會起浪啊 是因為被風吹啊 沒有風就沒有浪 要起風 要談就起浪 心也是一樣 你只要不往外去遠 心本來就近了 本自清淨 緣無煩惱啊 所以啊 你要用外面的力量去壓他 那只是暫時的壓住而已 最後還是又亂起來 所以你修了四禪八定 生了四禪天 四空天 最後定盡喪屍又回到義界 而且往往一回到義界 就掉到山後道去 那真的是很冤枉啊 所以學徒是宣饒啊 乃無息而義親啊 乃無息呢 一切法放下 那法能農於入啊 一切法放下 當下即入啊 所以老子就說 唯學入真 唯道入損 對不對 損之又損 以至於什麼 無為 無為就是隨順法性 心不著有無 一切法不住 清淨無然無所依止 一道元自生自嫌的 所以真正的無為 所以不住有為也不住無為 有為是世間法 無為是出世間法 所以不住有為也不住無為 遇到的元自生自嫌的 那才是真正的佛奧法 那就是佛法 所以佛法是佛奧法 佛奧法就是 記憶體記用記用記體啊 記憶體記用記用記體 在大波涅槃心所講的叫 三德涅槃 涅槃的涅槃妙心 涅槃妙心它有正法演葬 那正法演葬就是佛奧法身德 佛奧法身德 佛奧法身德就是體大 佛奧法身德跟佛奧法身德用大 為什麼用而不然呢 一接觸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 這才是大道啊 所以無息而易輕 你真正放下外人就進去啊 一切放下就進去 你還偏偏去往外面找 你找到的也是斬死的東西而已啊 所以邪徒宣老 乃無息而易輕 若非解氣賢中 行復真氣者 則未可憂居抱著啊 假如你不是真正的民心見性的 解氣賢中的民心見性 真正的直下承擔 直下會取的 清淨無然無所一致了 真正做到了 不存知見了 隨念一法 全都說佛法 沒有一法不是佛法 為什麼呢 集體集中 集中集體嘛 佛法是佛奧法嘛 只要你真正正到了 清淨無然無所一致 連這個無所一致也要放下啊 這樣一緣自身自嫌的 那都是叫佛法 所以當你的心恢復它本來的樣子 不再往外延了 不再起浪了 清淨無然 也沒有任何一點依靠了 那一年的心 叫做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叫做無上正等正覺的心 那阿諾漢有沒有這樣的心 沒有 因為他依靠了涅槃集進 他內守悠閒 還是分別法師隱成 他有依靠 依靠涅槃 但他真正斷了見識而後了 所以他只得了正覺位啊 入了明星的門檻 但還沒有見信 所以他有依靠了 當你什麼都放下來的接念心 叫阿諾多羅三明星 這樣的心遇到的緣他會自身自嫌 那我們現在遇到的緣 是透過心意識的思維啊 遇到馬上心意識 第一個想到我 我我手馬上伸出來了 那如果這件事情 你已經很自然了 習慣成自然了 其實你還是留著心意識 神意識決定是動化盛視 但是他因為他太習慣了 所以很快一下就完成了 所以你覺得好像 一接觸就有作用 其實他是透過了心意識的思量 而起的作用 但如果你對這件事情 不是很清楚 你一接觸就有思量 這個會不會騙舉 會不會害我 會不會怎麼樣 這有沒有好處 或怎麼樣 你馬上會起思維啊 對不對 你馬上會想啊 你看就留著心意識了 我們就留過心意識的分別 經過審意識 決定詩 才由我們第六四發動 身口語氣照做 那如果你是 阿納多羅三明爾三佛的心 它就像鏡子一樣 浮來浮現 漢來漢漢漢 直下就漢 不透過心意識的 所以是自生自然 一接觸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的 所以阿納多羅三明爾三提心 意大人 它自生自然 叫阿納多羅三明爾三提法 這個是佛羅法呀 不是善不是惡 善惡兩端皆禮 那這佛羅法 我們用另外一個名詞 就叫真理的化身 它就真理 真理它不照顏 是真理啊 所以你不是出過解氣賢忠 那因為你看 清淨無染無所依止 不能住一個字阿 不能住極盡阿 不能住一切法不受阿 不能住阿 所以向上一著密不通風阿 也有講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阿 只能夠以心傳心 沒辦法傳給你阿 傳給你你又靠了他 靠了他就是法治啦 就受了這個汙染阿 如果你靠了他說我一切法不受 我就靠了他被一切法不受污染阿 變成斷滅像阿 所以就玄阿 心形楚滅願意到斷阿 真的叫向上一路密不通風 唯有你直下承擔 在某一個因緣直下揮曲 直下承擔 適心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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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不是真正的明知本性 建知本性 形腹爭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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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性而行 完全沒有我我所 沒有相待人所 率性之未到阿 完全遠離得得失 沒有一點得失 任性逍遙隨緣自在阿 所以阿 他不能存一法 如果他心裡還注意法 有所依靠 靠了一法 那就一一再演天花亂醉 你眼睛有的病了 看到這天花亂醉 所以就任性逍遙隨緣放框 無功用心阿 所以阿 形腹爭氣就是無功用道 率性之未到 能夠隨順這一念 清淨無染無所依止的本心 一接觸就明白 明白就知道該怎麼做 具體具用具體的佛法 如果你不是真正做到這一點 這未可憂居報酌阿 你不能阿 認為 你即使在山裡面過了 這麼舒坦的日子阿 都這麼自在的日子阿 這偏空阿 這報酌是報得酌見阿 你見地已經有問題了 你把報酌就報得酌見 錯誤的思想 錯誤的知見阿 你要到哪裡都一樣阿 要到輪刀上陣也是一心即進永安才對阿 你到哪裡都是 游戲神通自在三昧樂 都是極盡 那三昧樂定位等次 極盡三昧樂 到哪裡都一樣阿 這才對阿 怎麼會去分別山色景色阿 然後厭氣這城市的這種繁雜 喜歡那山林的極盡 你有取捨有分別阿 你看不到實相阿 那個極盡也是一心三地理 這個 這個城市也是一心三地理 城市是空 山林也是空阿 一切法空阿 它不是真實的存在阿 你怎麼會受它的影響阿 所以這未可憂肌抱著阿 潛藏在山林裡面 來抱著你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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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濁劍阿 那個很差勁的劍結阿 你還自以為是咧 所以自為一生矣阿 難道你真的大事矣必生死矣了嗎 那就是一生矣這表這個矣是疑問 你怎麼會這樣 你是不是真正正阿 那到了三妙三菩提法啦 你真正明智本性 見智本性 或是你是存以知見 換句話來說 你是不是真正的入真正的修所成會 或是你這私所成會的範圍 選禮悟得很深 教禮悟得很深 但你沒有實證 你是不是有實證 那實證哪裡都一樣 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呢 所以一一就問他 所以修所成會跟修所成會是不一樣的 修所成會他真正看到這個境界 修所成會是腦筋有眼睛看不到阿 所以他有選擇阿 修所成會哪裡都一樣 到了修所成會哪裡都一樣都平等阿 他看到一切法空阿 他看到這法界全體就是一個生命的體阿 這生命體就叫一心空極 但是因為一心的空極中 無死解的憤無名 有根本無名 有見失無名 又有著著空 又有著著清淨 又有著著喜樂 又有著著五一六成加上造作 他說這個生命的體 這叫一心空極 他給你變出這個樣子出來 變成死法界的樣子 變成死法界 我們在人間法界 這因為我們有根本無名 有見失無名 那我們著著五一六成就懂得持五界修中品善 生了這個時代 你就看到這些東西阿 那如果你是修喪品時善 又新地正大光明 標理如意 生了天上境 天上也是個幻境阿 但是天人在天上他以為他那是真的啊 他也看到這三河大地 他認為都是真的啊 那我們看著 你看著你哪有啊 你根本沒有啊 哪裡有存在 它是有啊 那天人看著我們 你這是幻化的東西哪是真的 對不對 我們看著鬼道根本看不到 除非你有眼鏡 有陰陽眼 我們根本看不到 其實我們五驅雜驅是生活災氣 那我在看你這個身體根本是假的 所以有時候 某一個陰陽有的人就會 被鬼道侵入到你的身體裡面來 住到你的身體 他怎麼 身體有細胞 他怎麼會跑得進來 他就給你跑得進來 看你這是幻化的東西阿 那此體這世間呢 只有一件事情 一心 決心 就是他 那這個一心 因為他有了染污 有了根本無名 隨著這個染污的生前後果不一樣 司法界三賢主啊 就這樣幻現出來 這幻現出來都是一心 一心只是一個知啊 是虛靈不滅的決心啊 那知啊 一個虛靈不滅的決心 那幻現出來才變成這個浩瀚的宇宙啊 那其實宇宙 你不能叫它大 不能叫它小 它叫一心 它就是一個決心 盡至雙敏 能守雙往的決心 它做了一個世界宇宙的大夢變這麼大 它當體的一心 決心變出來的 你要知道這個真相 知道這個真相 它空了 你怎麼會放不下來呢 所以啊 你是不是真正入這個境界了 你是不是真正的正入了 入修所成會了 如果你是思想有 但是你心還是有分別 有取捨啊 你還是要用功啊 所以你不可 則為可憂居而抱著啊 抱著你那個著見 錯誤的見地啊 而以為你已經一生大事已必 生死已了 已經解脫了 成就阿拉多勒三喵三菩提啦 你不要自誤誤己啊 所以這要怎麼辦呢 你看 應當博協先知啊 應該求印證啊 應該求印證啊 所以詠家大師真的有福報啊 你看他遇到了賢徹禪師 跟他一提 他馬上去找六祖會長大師印證 對不對 他本來是學天台的啊 他本來學天台的 他一心專聯天台 精通直觀法門啊 那後來在維某集所說經 他覺得他有開悟啦 他沒有人印證 那印證就要以心應聲 印心 不是用道理在對打 以心應心 所以詠家大師去見壇 六祖會長大師 你看高級喜仗在空中 對不對 他跟六祖大師印證 六祖會長印證 六祖會長對壇 最後六祖會長印證 如事如事啊 他才安靜啊 後來還有一段對話 他印證以後他馬上要回去 六祖大師說 你這麼快就要回去 他本智會長須有誓言 他經過一方的會長 六祖大師讚嘆他善哉善哉 不僅僅 你是真正入境界 境界還不錯呢 對不對 他才安心啊 躲到六祖會長大師的印可 以心應心 不是給他 哎呀你懂這個道理 懂得很不錯 沒有道理可懂啦 沒有道理可說的啊 所以他把他自己的經驗告訴他 你應該要勤苦參學啊 要去求印證啊 福音誠懇啊 要心中非常的謙虛啊 謙下福音誠 不能心裡覺得 我很傲慢 所以有的人去參學 他不是去求參學 他要看你的見地跟他一樣 對不對 跟他一樣 他說嗯 那個是善知識 因為他的看法跟我一模一樣 所以他是善知識 那他豈不是變成更大的善知識嗎 對不對 很多人就這樣啊 他如果他去參學發現他意見 他講的意見跟你不一樣 馬上這個有問題 馬上掉頭就走了 這叫什麼參學 是不是 你還是一定要記下來 你可以多參 結果多參那幾個人答出來都一樣 跟你都不一樣 那這幾個一定沒有問題 而且這幾個都是 大家公認的他是善知識 比如說你是參學主大師 教主大師跟你講的跟你心裡不一樣 你當然要親他的嘛 對不對 他是主師啊 所以一定要福音誠懇 先把自己的知見放下來 一心空氣 然後已經能夠響意全國的這些善知識的聖明 你去參嘛 你一定能夠找到氣你那幾投你的緣啊 所以福音誠懇 心中非常的謙虛誠懇 執掌齊齊啊 如果你覺得 哎呀 這真是我依止的善知識 你就要執掌齊齊啊 這表示情福先知左右啊 在人服事供養啊 以前那位蠶子 蠶子叫什麼名字我一下想不起來 他去參石頭戲千和尚 他見了石頭戲千和尚 他就把西藏 走到很遠的路子啊 因為石頭戲千和尚 他也是在禪宗裡面也是極負聖明的啊 也是大善之事啊 他拿了西藏 查的 道德 我就留下來 道不得 我就走 道德 你說說看 打脫了我的心意 我就留下來 如果是道德 我馬上走 你看走得好啊 幾百公里了 走到這裡了 就這麼一句話 石頭和尚就坐下來 本來是站著 他道德 道不得 他要坐下來 沒事啊 志心沒事啊 你何必外求諸法 本來無異無何處而成來 你的志心本來至心是佛 至心做佛啊 至心俱洪莎 洪莎妙德啊 不假針天啊 不能佳也不能撿啊 你要直下匯曲啊 本來沒事啊 絕學無為賢道人啊 所以石頭和尚就坐下來 坐下來 結果殘者以為他道不得了 所以掉頭就走了 就走了 就走了 石頭和尚看到他走了幾步就 就大聲喊了 尚禮 你看對他很尊敬 尚禮的阿尚禮 善之士的意思 善之士 喔 回過頭來 他說 至死至終就這個 搖頭放腦幹什麼 哇 他一下 一下會齊啊 你看聽得多清楚 而且會回頭咧 還會回答 是 對不對 整個都是他 這這麼自在 一聽就知道 知道就有回應 這麼自在 集體機用 這個心裡不打妄想 直下匯曲 集體機用 這佛爾法的佛爾法院就這個 一下就誤了 一回頂禮 禮拜以後 把西藏一折斷就住下來了 清淨善之士 然後一直跟著他 那要怎麼呢 執掌欺喜啊 正義端容啊 對老師要非常的恭敬 你看 懷掌禪師去親近六祖慧能大師 雖然六祖大師給他印證 你如是我也如是 他是親近六祖大師 六祖大師沒有誤啊 六祖大師說怎麼誤怎麼來啊 他們那時候不誤啊 那經過一段時間他誤了 誤了請六祖大師再印證 然後他告訴六祖大師 說是又記不中 六祖大師再問他 凡可修正佛 那修正記不污 污染記不得 六祖大師才跟他講 如是如是啊 你如是我也如是 除此不污染是諸佛之所覆念 同時還跟他為他授記 你將來你足下會出於馬跡 踏煞天下人 就是馬祖道義禪師啊 馬祖見聰明啊 百丈立千歸啊 這在我們禪宗史上 是一件很聖明之事啊 他沒有離開啊 他一直會自成功勁的 扶勤六祖會能大師的坐下 然後六祖大師 六祖大師元吉以後他才走 他才離開 昏化紅化一方 所以 懷人禪師 他是林祭宗 啊 林祭宗 還有 他是 他有傳山燈 山中的祖師啊 那麼 禪宗有五宗嘛 林祭 曹洞 維陽 法元 銀門 這五宗 他是傳山中的 他祖師傳燈師啊 你看他還扶勤六祖會能大師 一直到六祖大師元吉 然後 禁戒日益提升 所以元教初祖不祖二祖式 二祖可以為初祖說法 二祖不祖三祖式 三祖可以為二祖說法 雖然一樣是開佛元正佛總治 但是你不到那個功夫 你上面也看不到 所以為什麼雖然你誤了 還不是說我誤了我就離開了 不是 跟著老師休息 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境界 所以福音誠懇 執掌欺喜啊 這就表示對老師的恭敬福士啊 整義端容小葉望疲啊 所以啊 這整義端容就自成恭敬禮貌 老師在教你啦 不是這樣匆匆忙忙就跑去啊 馬上一口真理好 臉帶拉一拉 臉帶不能歪歪的要拉真起 這個身體這個衣服要穿好 不能露出來 襯衫露出來趕快跑去 師父有什麼指示 那態度非常的尊敬啊 這指整義端容 小葉望疲啊 老師有交代 即使通宵達旦也不覺得疲勞 這是為老師服務啊 老師有事交代 我要趕快給他完成啊 所以小葉望疲 始終前兩 一點 心態一點變化都沒有 不會說這個老師好囉嗦啊 整天都 別人不找 碰碰碰找我麻煩 別人不找 姐姐敢去找我啦 其實老師天天要找你 他想幫你啊 我們要有順利的真上緣啊 如果只有順真上緣那一定會墮落的 因為以後你進不起人家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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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一個顏色啊 你就不高興了 所以要有順利的真上緣你才會進步啊 所以始終前兩 來講啊 著錯身口 堅經怠慢 不顧行海專精製道者啊 那錯錯的身口 所以老師啊 會幫助你 錯錯你的身口 來破我們的身見我知啊 唉唷 自尊心受損啊 這老師啊 實在是 在大眾面前一點面子都不給 唉唷 當然一點面子都不給啊 錯錯你的身心啊 如果一個老師碰到你 天天給你讚嘆 天天說你的好話 對不對 那你怎麼修心 我曾經看過 那白眼長老 已經往生了 那個一個徒弟換錯啊 喔 旁邊好多信徒 還有很多這個這個 來聽他說法 開始的局勢 剛剛那邊 罵了他 罵了他弟子跪下來 他還是在 很大聲的吼索他 罵到我們都在旁邊 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個弟子給他罵 他醜滴滴的 一直給他罵 一直給他罵 罵到那個 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長老離開了以後 他還跪在那裡 還不敢離開啊 責慢啊 責服 我們身口的慢心啊 心服口服啊 不會說 哎呀 一點面子都不給 傷害了我的主尊心 對不對 用這樣來 破我們的身見跟火質啊 所以你看看有 有一些 一看到 很有氣質 相貌很莊嚴的出家人 剛開始也起來 掛個口罩 他不是感冒 不好意思給人家看的 掛了一個波 站在那馬路上 然後頭都不敢抬 然後你 如果是我恩一石佛 再摔過 或者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一直念頭都不敢抬起來 不好意思啊 神見我職在作祟啊 對不對 也不敢講話 慢慢慢慢慢慢 經過一兩個月以後 你口罩拿起來 然後 你給他捐一百塊 阿彌陀佛 功德無量 然後再經過兩個月以後 幾個月以後 你給他捐一百塊 大德啊 等一下 我這個念珠給你 跟你結緣 他已經不在乎了 悲心發出來了 身見淡薄 你試試看啊 你哪個播青啊 你看你敢不敢 是不是 我們身見 這個面子掛不住啊 是不是 你出家人剛開始就這樣 你本來看同樣那個人 他站在某一個位置 剛開始都掛口罩了 對不對 他不是感冒 他被人家看出來啊 經過幾個月以後 他就跟你講話 哎呀師主啊 慢一點 這個給你結緣 哪一本書給你 他還是給你結法緣 這叫結緣 你布書給他 他給你結法緣 大家結緣 所以 坐著身口啊 堅經代慢 堅持去除了 除掉你的自大傲慢 把你這個除掉 破我們的身見我之啊 不顧心海專精製道者啊 把我們這個面子 使愛面子 供高我慢 其實不好的習氣啊 就靠著我們這個身體 來把他洗 去掉啊 所以我常講 我們持戒 剛開始好像是 耶穌我們呢 不自在 其實等到你成熟啦 那個戒是清涼戒啊 你外面的這個境界動不了你啊 因為你養成習慣 因為我們身口是受心的指揮的 經過我們第六四的 審議師決定師動發聖師 心才的主力 但是我們在講審議師決定師動發聖師 好像要講五六秒鐘 但是在心 聯繫下來只有一刹那而已 所以很容易衝動 一刹那就做錯事了 那那麼快的 一刹那 對不對 審議師決定師動發聖師就完成了 你怎麼去看管他呢 當然就從身口下手 先把身口耶穌 救耶穌道 直接耶穌道心 到最後身口完全打成一片 得到定功界 你就解脫了 你的行為完全相應 所以一定 要在境界中 立誓練身心 在順逆境界中 練身心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 叫做 逆來順受 順來 才是忍受 那順來很不容易熬得過去 逆來可以順受容易 應該是逆來忍受 對不對 逆來是要順受 順來才要忍受 忍住 不能被這個順境 絆倒 所以逆境的修行容易 順境不容易 所以只有靠老師 所以我們選擇老師 要選擇他比較凶一點的老師 我們修情才有希望 如果這個老師 不然你就給你讚嘆啦 啊 你菩薩來啦 為什麼你去那裡 會發心做義工 你去那裡會捐款 哇 菩薩來了 你都不用修了 你頂多修點福報了 你的貪證字不會斷了 老師會罵你 你這個是什麼態度 你這樣修行還要成 還要出三界了聖事 門都沒有 對不對 他在罵你 對不對 等到這位老師 真的有一天讚嘆你的時候 你真的有成就 好的老師是怎樣 所以啊 來除掉我們自大傲慢的心 所以不顧心海 不要施愛面子 愛啊 一點都不給面子 我已經做阿公了 對不對 阿公對我這麼壞 對不對 好 我不得了 對不對 那你怎麼修 你要知道啊 我們的習氣很重 不知道而已啊 聖言法是以前講的故事 他說有 有位當 當處長級的 一個工人員 他退休以後 毛筆字寫得很漂亮 都到聖言法社會來幫忙 那 在一次 長期的時候啊 聖言法就說 我們自己的習氣自己不知道 那你習氣不改 你怎麼能夠成就呢 我們就是這些習氣 這些習氣像烏雲一樣啊 把陽光擋住啊 你要陽光透出來 一定要把這習氣斷掉啊 或著 或著你怎麼修行啊 但是有時候 如果 如果 師父把你的習氣 稍微講一下你就 馬上去 你就不高興了 所以師父變成很多 只能夠點到為止 不敢深寒跟你真正的指出來 那講完了以後 下課 下課 要休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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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禪期結束了 那一位當義工的那個 那個工人員退休的處長 就跑到聖言法師的面前 跪下來 師父 我知道啊 我當工人員 我在管人家的處長期 我一定很多習氣啊 因為有一句話叫什麼 官大學問大 只要你官大 你都對 別人都錯 對不對 別人也不敢反駁 都是別人的錯 對不對 我從來不會錯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我一定很多毛病啊 師父你要告訴我啊 不要只有 不要只有點到為止啊 點到為止我不知道啊 不痛不癢啊 我還以為很不錯啊 聖言法師說 哎呀 你還不錯啦 一般比較起來 你還算不錯的啦 不要啦 不用不用 他說 哎呀你看 你講這句話就是 一般比較起來 我還算不錯 可見我很糟糕 你無論如何 要跟我講 要跟我講清楚啊 拜託啊師父啊 一再懇求 一再懇求 師父跟他 他講 欸對不對 那聖言法師 還被他這種誠懇的心所感動 就開始 好吧 你既然要這樣 我看你也這樣誠懇 我就告訴你 第一個 你很虛微 對不對 外面中人家內心很高傲 第二點你怎樣 第三點你怎樣 還講不到五六點 師父謝謝你 謝謝你 好啦好啦 點個禮就跑掉了 第三天聖言法師就收到一封信 師父啊 你還不是跟我一樣 你也第一點 你怎樣 第二點你怎樣 第三點啊 受不了 你知道 他先講我做阿公啊 你給我一個面子都沒有 他就是這種念頭啊 我們會不會這樣 有啊 你要知道啊 受不了啊 這只能夠點到為止啊 所以你為什麼要對師父那麼自誠恭敬 當他自誠的時候啊 被師父罵 你已經咬到他才忍了下去 白忍成金啊 忍一次忍到最後的屁屁啊 把屁把屁啊 對不對 欸欸你這如如不動不齊鄉了 不是馬屁的 是如如不動不齊鄉 你把你的交慢心 自大心 傲慢心的習氣改掉了 所以不顧心海啊 專精制道者 可謂成神方寸以啊 成神進化心靈啊 成神把你的心靈 神是神靈啊 成是進化 這進化你的心靈啊 方寸就是你的心 我們的方寸啊 你的心才會清淨 這才是真正的修心之人啊 你才是真正一個大修心人啊 這才是成神方寸以啊 要這樣修啊 所以我們修行真的 最根本的起步你要做到 八風吹不動 八風吹不動 那只是起步而已啊 你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說 起步八風吹不動 那未必是堅信啊 未必是斷見之負 只是你可以修行 逆來順受 順來忍受 八風吹不動 欸 你得有個基礎 如果你達不到這個基礎啊 那你懂那麼多 那頂多是思想的東西啊 或是文字的東西啊 那將來 嘿 對不對 一時來忘了 一時來忘掉了 從頭學起 所以我常勸大家 要在真正實證上用功啊 如果你能夠真的忍畏 煩惱的忍住 那你不斷山路道 那你能夠斷見後 原福煩惱 入修所成為以後 原福煩惱 煩惱沒有斷 原福以上 原叫出信 別叫出住斷見後 為不退 以後回到人間 當然我們人間你學習 人間就是這樣 你要學習中文啊什麼 數學一定是從根本開始 所以我講 你即使拿了幾個博士 你回到人間啦 Jason往生了 來世回到人間 你還是從 波波摸波 1加1等於2 從這裡開始學啊 人間法界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辛苦 你拿十個博士都沒有用 回到人間就這樣 但是呢 你在這個 這個出書法上 一文百無 你看六祖慧倫大師回到人間 他沒有讀書就不失智 對不對 但是他一文人家練金剛經 他開悟 你看這只有最少最少 是入信位菩薩以上的菩薩摩菩薩 那才有這種功夫啊 所以我勸大家 無論如何真正要 放下你的身心 認真啊 做到圓輔煩惱 不輔而輔 圓輔煩惱 你要了解實相 不是用壓的 你知道它是空的嘛 以後就接著 接著道理理相 最後心打成一片 圓輔煩惱 破見惑了 那以後回到人間 一下就 就誤出世間房 一下就誤入 一下就誤入 我們人是三十六名 是後段 如果你是生到四天王天以上 那都不用學的啊 如果是四禪天是直接一生生 直接上去的 那如果是在異屆天 會生個小孩 生小孩子 當然五六天就長大成人了 也不需要去讀國民小學 中學 高中大學 都不需要 也不需要去壓壓學語 很快就會講天語的 天人的語言 你看天年有學校 那不需要 天年也不需要 這樣慢慢累積他的智慧 因為他 我們現在所要 人間所學習的這個科技啊 那不是只是要來成就這五項 神族通 他精通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宿命通 還有天眼通 還有一個什麼 天耳通 我們達不到天年那樣 但是我們可以分享一點點 我們的耳機就是天耳通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的電腦的天年通 對不對 天年通 一打貨 他在美國你就看到他跟他講話 我們 那這個要什麼 靠我們人類 因為我們人是後段班 靠我們人類智慧 這樣去發明去創造 天人不需要 他不要讀那麼多書 因為他天人 天腦就五通天生就有了 天語天生就會了 所以沒有啊 天人快樂 我們人間不行啊 人間需要透過修學 所以你要發明的 也不是想滿足這個 那神族通 我們要做飛機 做火箭 天人一下就到了 根本沒有時差 一下就到了 一念琴就到了 對不對 那我們想要用什麼 什麼3D影印啊 把影印出來 天人不需要一想就跑出來 還發明了什麼3D 那你要發明一個3D影印 你看要從小 像累積多少科技的學習啊 你還要發明一個機器啊 天人不需要啊 你看我們現在發明傳真機 已經很了不起啊 天人根本不需要傳真機 他想什麼一下傳你 你就馬上收到了 直接在你腦筋眼裡灌輸過去啊 他有他先通啊 所以天人他福報比我們大多啦 因為大家多數活在這一心裡面 一心的智慧不可思議啊 無量無邊的功德啊 所以啊 這個專軍制道者 可謂成神歡寸 這才是真正的修心人啊 才是淨化你的心靈啊 恢復你生命的本源啊 一個真正的修心人啊 那呼籲彩妙探險啊 彩妙探險就你要真正的明心見心 彩妙明心見心 明治本心見之本心 明心 心本來明的啊 那為什麼還要明呢 因為你被污垢擋住了 所以明心就把污垢擦掉他那明了嘛 阿羅漢把劍之後斷掉了 他是明心啊 跨入明心的階段 這阿羅漢可以相信自己的之間 阿羅漢 他有一個名號叫正爵位 正爵啦 但不是正等正爵 他正爵 他心明啊 他可以相信自己的之間 我們現在沒有明心 因為我們被惡法染污了 所以我們要一計聖言量 尤其是四念柱 八正道 五散 五戒十散 這就是我們要一計的對象 你要做什麼事情 哪這幾樣 來做思維審理 跟五戒十散 八正道 四念柱違背了 我們不要做 那會被道而辭 阿羅漢不需要 他想什麼都對 他做什麼都正確 只要正爵位 說他是明心 但他沒有見信 沒有見到這個司法界 原來都一樣啊 他無聲無自信啊 沒有看到這個本體界的現象界啊 他沒有誤到如是 他沒有真正的生物緣起啊 生物緣起這個現象界的本體界 現象界你看到這個現象界 他本體界就是一心 就是你的西靈不滅的潔性 他做出了大幻境 所以天人他也覺得他有身體啊 但我們看了天人根本哪有身體啊 他只是一些 可能是支子 中子 電子的 組成這個身體而已啊 那他覺得有身體啊 所以我們看不到天人啊 就是眾生的形內發現 都是這一心的心體啊 所以現象界的本體界啊 那本體界是什麼 就是盡智雙鳴 能鎖雙亡的一心 就是當你心裡 如果真正做到了 離了斷場有無 相待能鎖 不要去住斷場有無 離了這相待能鎖 你看到這個司法界就是你自己一念心心 整個浩瀚的宇宙就是你這一念的一心而已啊 你的決心 你一心的心體 那我常講啊 如果一切眾生大家都同 都離了這相待能鎖 斷場有破勞無名啊 法界就佛有一個絕代的決心而已 沒有大小就一個決心 也不需要什麼三明六通 十律十八不共法就一個決心 這個決心一念永宏 藏樂我盡沒有大小 一個決心而已 就這個一心的決心變化出這十法界三間諸法 所以這十法界三間諸法 你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的五音六六十六處十八界七大 虛空法界等等這一切它體性就是一心 所以三界哪有真的三界 它體性的一心啊 它緣起變出了假象 所以三界就是一心 三界就是死相 三界即空 阿羅漢他沒有見到這一點啊 所以他說三界如火宅啊 要遠離啊 入偏正涅槃啊 不能到三界啊 三界當體即空 因為它這一心的心體 為什麼三界 因為你有根本無名 有見識無名 你在無色界是你著了空 滅色歸空嘛 又著了捨念親近 那四產天 那是因為你有了根本無名 有了見識無名 又著了親近 有著著喜樂 跑著四產天 那我們異界是什麼 我們異界是 你有了根本無名 有了見識無名 又著了五一六成 還照著諸善惡夜 所以有了 我們異界的六道 這樣跑出來 它當體這真乳啊 這個形列發現變出了假象 所以哪有真正的三界的存在 三界就是死相 死法界就是一心 所以如就是事 事就是如 如果你真正入了這個境界 那真見 那真見信 見了這一切萬老的體信 這個體信是永遠不變不易 信是有這個體但是不變不易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的三河大地 日月星辰 它永遠都是一心的心體 不變不易 永遠都是一心心體 因為現在的死法界 這些根本無名 見識無名 還有著諷 著清淨 著喜樂等等這些業力的因緣都在 所以這些幻境不會消失啊 所以當你真正 你的心裡的斷場有無 相在人所斷了根本無名以後 它不會消失 它變成你自己一心的影子 你一心中的幻影而已啊 幻境而已啊 就叫你夢醒啊 夢醒啊 只有那個六四而已啊 但是因為夢是你自己的夢 你的見識 你自己有見識 你自己的我法二職的 第六四 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夢出來的 所以你自己 所以醒了 這樣不見了 但眼前 這個一心是大家同共的一心啊 你以為你在用你的第八思 你的心意識 這第八思它體信就是一心啊 只是它動起來 你在一心裡面 你著了相待能所 住了斷場有無 它就變成你現在的八思五十一心所 你現在的八思五十一心所 根本 大家就在用這個一心而已啊 這無量眾生 大家同用這一心啊 所以當你在用這一心 諸佛入了正的一心 當然知道這法界的一切有情 對不對 你們在想什麼 在做什麼 都完全一樣 一切法的一心變出來 包括我這個聲音的象 都是一心緣起變出來的聲音象 一切色身相偉處法 都是一心無精的緣起變出來的 一心的心體 幻現出來的東西啊 這法界就是一心啊 這死法界三線處法就是一心啊 所以阿勒漢 他有明心 他沒有見性啊 因為他如果三界如佛才 他的見到性三界即空 既無三界可離 也無實相可證 因為法界就是一心 就是虛臉不面的解性啊 我跟你講這些東西啊 你理解啦 你誤啦 理解啦 要用功啊 理解你就知道怎麼一回事 但是有時候初學的我怎麼講 他很難錄啊 但你多勋多勋 心久了你就會懂 我相信我們這裡面 一定有人能夠理解我要說的道理 心久了你就知道真相是怎麼一回事 當你知道真相一回事 不是以這個為主 當你真正完全理解 這真相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 是解悟啊 是修所成輝啊 你要真正理想你才會看到啊 你要真正感受到啊 你才能夠感受到 感受到你才會跟卸透道相應啊 你感受到跟卸透道相應 才有一天你才會入 入圓輔的境界啊 圓輔就餵不退啊 對不對 那你今生就太有價值了 所以啊 就叫做 呼籲彩妙探險 這個民心見心 我剛才是解釋 我所解說的這些道理啊 都是在解釋彩妙探險的選意啊 這死非容易啊 真的死非容易啊 那抉擇之刺啊 如理清兵啊 所以很小心啊 為什麼呢 你在這裡修正的過程中 因為我們喜氣重啊 我們內心的黑夜 會常常會跟你白夜打戰啊 有時候你很精進的時候 突然情緒變得很不穩定啊 很容易好像要擠得要暴跳如雷 平時看到這些東西也不會怎麼樣 平時聽到這種話也不會怎麼樣 突然那一天不知道怎麼回事 聽到這之後好像被針刺到一樣 看到這些好像被人的巴一掌一樣 哇 怕要撞不住 怕要抓狂 有沒有這種感覺 那就喜氣 那是你的黑夜絕地大煩功 這個電影餐的絕地大煩功 那時候你要特別 要趕快去拜館禮餐 趕快大悲餐去拜一拜 要就幫他扶下來 很有效 沒有去請大悲餐 趕快去請你本耐很有效 趕快拜 要個禮拜 拼拼拜 拜個禮拜 他會幫助你扶住 但是你扶住以後 他下次會再來喔 力量小啦 那下次再有力量小啦 到最後他要來的時候 當你一日正下午一播就少掉了 沒有啦 你能慢慢跟人會相應 所以為什麼要如理薄賓啊 就是這樣啦 那有時候還會製造一個機會 對不對 平時你看到那個也沒有什麼 突然出了一個機會叫你去殺生 對不對 看起來特別不順眼 對不對 平時覺得沒有什麼 看起來會把他殺掉不可 叫你去造殺業 叫你去造口業 平時都不會大聲罵人 突然去罵人 突然去怎樣 那突然業力來了 所以如理薄賓啊 戰戰進進啊 道考 摩考 考試啊 你要突破的過程 一定要有這樣的各種禁忌的堪驗 所以我為什麼勸大家 一定要做早養課 你早養課沒有做啊 那你很容易就被 那個ABC一帶 因為他來得很自然啊 來得好像很自然 這很順以成章 很自然就這樣啊 做了以後說 哎呀糟糕啦 我火燒功何營啊 沒辦法了 已經走了 所以你要戰戰進進啊 所以在這個修正赤地上啊 這抉擇之赤就是修正上 也有很多順順利益順利益經驗看念啊 你碰到那個進階的看念 你Pass了 沒多久你直接跳 智慧就跳上去 沒多久你智慧就跳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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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被看倒了 喔 拖又拖下去拖很久 你又這樣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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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火燒功德靈 你知道 因為你有功德啦 有功德才會被火燒功德靈 那個沒有功德的你免怕啦 那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功德還燒什麼東西 對不對 是不是 沒有東西可以燒啊對不對 因為你真的累積了一分功德 那堪念就來 把你修掉那很可惜 那要慢慢累積 但是燒掉不會完全化為無油 它變成有肉的福報 那我們在學火的過程中 是把有肉的福報轉成了 菩薩道的資良就是功德 它會讓你心越來越開朗 越來越清楚 對實相道理 越解析越看清楚 讓你感受到很清楚啊 不容易造業啊 很清楚就不容易造業 因為別人看了有你看了這真的一心嘛 這空心的東西嘛 空心的東西嘛 你要非常小心 戰戰意義啦 如禮清兵 如禮薄兵 一不小心掉在水裡面 哇 這樣滑 又全身濕透很容易就 就這個慧眼 對不對 真的 如禮清兵 必須側耳目而奉弦音 術秦城而賞優制 所以一定要多方參學 而奉弦音 來瞭解這意外 意在原外的弦音 古代沒有像我們現在電視傳播啊 這麼發達 所以 有一點基礎的都要到處參學 這裡參 都一直今年累月這樣 都在這個 這個這個 山區裡面這樣繞 也不怕這個 這個毒蟲野獸 也不怕 啊 七月盆有鬼 對不對 他山上也不怕紅衣少女 對不對 啊 這樣到處山裡面到處 啊 去參訪民師啊 但參到了說 哎呀 這個講得跟我投機 一下子安住下來 就安定在那裡 安定在那裡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知識 有人做工作 有人做火防 他很用功很精進 最後才 哎 體會到了 好 誤了誤了 到了 等到老師跟你講說 你可以分化一方 哎 你也到一個地方 你也住在那個地方 找跟你有緣的人 跟你有緣的人 你來幫助他 這個 這個開無見信啊 所以啊 必須側耳目而奉賢音 這意在原外之音啊 好 所以你最起碼 你從文所成為要入詩所成為 詩子成為就意在眼外 那詩子成為意在眼外是 腦筋有眼睛還看不到 所以我常講 一個說法者有三種說法 一個是從文所成為講出來的 那學者看好多書好多道理 他都做這個學問嘛 那他呢 有很多他不相信 因為他矛盾很多啊 那很多他不解啊 那因為他讀太多 覺得讀了很多道理 喔對不對 那很多他有矛盾 他不懂 真的不懂 佛法就不懂就不懂 對不對 他不懂 所以很多不懂的地方 那第二種是詩子成為 詩子成為就是意在原外的弦音他理解 但他眼睛沒看到 他腦筋有 腦筋是火法身三寶 眼睛是金銀珠寶 這不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他有很多盲點 很多盲點 盲點就看不清楚 所以到很多玄音的時候 到我們那個高的時候 他那卡住了盲點 搞不清楚 修索成為 他盲點會越看越清楚 越看越清楚 所以你到了入修索成為 以後就對實相的道理 越看越清楚 越看越清楚 這樣而已 看到最後你看到整個都是道體 整個有情無情 整個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全都是道 法計就是一個道 清清楚楚給你感受到 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到緣起 真正見緣起 見緣起 見緣起就見到 會跟你越來越清楚而已 一道一道清楚 就越來越清楚而已 其他已經不需要什麼知見了 在世上的度理 讓你越看越清楚 就這樣而已 最後就這樣 已經沒有什麼進步跟不進步了 因為你越來越清楚 那修索成為 修索成為 就沒有盲點了 那你不要放過 你要知道像這裡所講的 絕者之賜如理薄賓 真的要小心翼翼 所以在這裡講 所以你不要把心裡 所喜歡的東西捨卻掉 捨卻掉 你心裡東西血捨掉 你才不會被他困住 被他綁住 而賞優字就是諸法師向 優字到了最後的極柱 就是看到諸法師向 一切萬華的真相 原來是一切法的緣起 當底即空 要不可得 只是越看越清楚 越看越清楚 然後你在這裡面很高興 為什麼每一次的清楚 這帶來的華喜 你要從這樣而賞優字 千萬不要心裡有所執著 你喜愛的東西 就是人間的情感 人間的感情 要學到有世間事沒有世間意 有世間意只是給你帶來苦惱而已 這些都是道 沒有辦法 都是道 真的 你看 為什麼他可以 住豪宅 因為他有錢 他順了這有錢 這不是道是什麼 那如果是你沒有錢 在住豪宅 你就違了道 所以你就貸款一大堆 辛苦到不辛苦 人家住豪宅很快樂 你住豪宅是很擔心 被銀行拍賣 對不對 你違背了道 就說世間的東西 每一樣都是道 色列各有道 各不相煩惱 這一點都不假 這世間 宇宙 近宇宙就是一個大道 它安排得很自然 非常的自然 所以那個草種 都飛得很遠 到處都會長草 那個樹木的水果 如果他也到處都長樹 那其他都不用火了 所以樹木的水果很重 必須要隨那個猴子小鳥 把它弦到其他地方 才長一顆出來 這很自然 這宇宙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你看出來這宇宙 都是道啊 沒有一法不是道 六祖飛龍大師說 色列各有道 各不相煩惱 這一點不假 真的一點都不假 所以恕情誠而上憂住 情誠就是你對心理所喜愛的 你所貪戀的都要把它掃得乾乾淨淨 你才能夠去享受這種實相的優質 實相的道理啊 看到的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這是優質 這個沒辦法講 這是修所成為的境界啊 是越來越清楚的境界啊 那你清除一次你的歡喜一陣 滑喜耕而來啊 賞優質 這個賞 你才能夠享受它呀 或者你怎麼享受 就出這樣有證受 我們學佛的人有證受啊 不是沒有證受 不是天天在那裡苦哈哈的 只是你還沒有跨越那個門檻 跨越那個門檻以後 你就可以享受它了 就差這樣而已啊 奧翔優質啊 望遠厭子啊 心形除面也已倒斷 我之下承擔你今天清淨污染的本心啊 你的洩脫自在的本心啊 能夠讓你的心自在無愛啊 逍遙自在 無有寡愛 無有恐懼啊 不會顛倒啊 所以望遠厭子啊 卓蕾參圍啊 喜調你的 你的這個喜氣啊 貪 我們這個貪蹭吃慢 供高我慢啊 把這個不良 洗得乾乾淨淨 來匯齊這微密的大道 當你洗乾淨的自信就全跑出來了 所以我說明心 每一個人哪個人不明心呢 只是我們前面有污垢啊 哪一天沒有太陽都有啊 只是有雲層啊 今天你看有沒有太陽有啊 雲層啊 每一個人 每天白天都有太陽的 被雲層擋住啊 所以要參圍 會取 圍就是我們 圍密的真心啊 所以 戲替招行啊 不難思法 第一戲早上 每天要謹慎提訪啊 早上 問到 所以以前 早上都開示啊 聽完了以後 謹慎 謹言慎行 到了晚上自己深自檢討 我有沒有犯過 有沒有講錯 講錯 換過 立刻懺悔 責備自己 深深的探討 改過啊 改過啊 懺悔也讓啊 恢復自信的親近心啊 說不難思法啦 不難思法 絕對不能 一絲絲的寬容到自己 啊這個小事情嘛 這小過一方嘛 這小事情嘛 小過 基督了就 就變成了大過了 所以 我們 門前那個 滴水 那個 滴水可以穿石 你看那個滴水這樣穿穿 穿久了 石頭給它穿一個洞 小過 一定要改啊 小過 久了以後小過看不到啊 大過才看到啦 那大過 換久了大過也看不到啦 超級大過才會看到 所以你看那些 被抓屁槍斃的 有些那些犯人 他說 我沒有什麼過錯 社會逼了他這個樣子 他沒有過 都變成這樣 因為小過不改 所以江陽大道不是一時一刻做出來 就積無量的小過 積積積積的就變成江陽大道 小過就要改啊 所以不患思好啊 一點過失都要改正啊 所以為什麼常常要懺悔 要檢討自己 我常常勸大家的那個 供陽啊 願斷你修 願修一切善 願幫助一切眾生 那一種 每天這樣來懺悔來改過 很有效啊 你不要一年了 你就看到你的起心動念 你看到你起心動念 不好了趕快改掉啊 趕快改掉啊 再講不讓你思好啊 最後你把它改正了 明心啊 你把這個障礙去掉了 你就可以相信你自己的自見 你自己所想的 自己所做的都正確了 阿羅漢就是這樣 把見事後一段 他自己所思維的 他的見地 他的作為都正確了 如是 這乃可潛行山谷 積累結勤齋啊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潛行在山谷啊 你在那個地方 你是等候人家來 來問道 因為 古人都有一個感覺 我小時候也是這樣想 這些修行人啊 這些神仙修行的大道人 一定住在深山裡面 是不是我們都這樣想 是不是 我們大家都這樣想 大家都這樣想 所以 我們現代人都這樣想 古代人當然更是這樣想 所以他們要去參道 絕對不會想到都市 都市只是學校 學院 他們想這真正的道人 仙人一直在深山裡面 所以大家在深山 到處去參學 碰到這個深山的道人 馬上參訪行道 這個時候你住山 是等著人家來參學 因為你已經成就了 他不是在那裡享受 享受那個山景 他是等著人家來參學 他在那裡都一樣 但是因為古人的認知 主就是認為大修行人都住山裡頭 所以他在那裡 等著人家來發問 等著人家來參學 如果他要留下來 歡迎留下來 他教導你 然後越來越急越多 越急越多 就見了叢林 見了道場 都是這樣而來的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這個時候才能夠潛行三股積累 絕情哉 能夠遠離人情 你目的也是在教導眾生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請最大的分開 禪宗永家集內文第五十頁 我們從五十頁第五行中段 其後心盡未通 辱物成雍 這個地方開始講起 請看五十頁第五行中段 其後心盡未通 主物成雍 而亦必先求盡者 盡似貴有其方 旷福意義藏林 鵝鵝聳笑 鳥獸無焉 松竹生騷 水時真榮 風之消瘦 藤蘭 藤軀營盼 藍物陰冤 激物衰榮 沉峰 沉昏懸彷 狮子種類 其非仙雜也 故之 见后丧余 处土成智儿 是以先兮四道后乃居三 若为四道而先居三则 但见其三必忘其道 若为居三而先四道则 但见其道必忘其三 旺山则道信以神 旺道则三行悬目 是以见道旺山则人间亦几夜 见山旺道则山中乃先也 好 我们前面讲到 你一定要真正开悟见信 你才可以驻山 因为那时候你那里都一样 谁所驻处恒安乐 真正可以教化众生 你驻山是为了教化众生 因为众生都以为大修学人都住在山中 所以入山访道 你就可以借这个姻缘来帮助众生 那众生因为留下来的 人越来越多 那时候就有这个姻缘 来见一个丛林 那这个时候你到哪里都一样 其心平等 那其后心尽未通 主物成庸 而亦必先求尽者 尽是未有其方 那假如是你心容量有分别 那你不是正的清静无然无所本 无所依止的本心 就是你如果还没有正到心像镜子一样 浮来浮现 汗来浮现 然后呢 这个 悟来悟现 浮离开了 心就清静了 汗离开了 心就清静了 如果你不是这样 你还会挂得住 那你还是污染 你还是被山水 这山色者污染 你不是真正正的 清静无然无所依止的本心 你还是受污染 所以你主物成庸 你还是着相凌纳在心里头 你还是挂住 你还是心里着了断肠有无 你着了有无两边 着在了偏真一边 你不是真正的见到 你这样会住向 而你一必先求尽者 尽似未有其方 你想这样真正得到的真净 那找不到 真净是在哪里都一样 这心里你的染进两边 你的断肠有无相待两边 一心空净无所住 这才是真正的达到的真净 你看 长乐我尽 我们自尽本来就有这样 诸佛如来民心见心所正的涅槃 叫做三德涅槃 法身德 波露德 解脱德 这三德涅槃 这表示涅槃极尽不是没有用 是由法身波露解脱 那法身波露解脱 也就是既体大既向大既用大 那把向大跟用大佛露为一 就体用不二体用一如 既体既用既用既体 那就是不二法 说佛法是不二法 而在这个法身德 波露德 解脱德 也就是既体大既向大既用大中 各既常乐我尽 这才是真正你真的解脱 常就是一点都没有变化 就像镜子 不管你照到丑的美的 恐怖的喜欢的 它都没有变化 它往远总是平等 急而照照而急 永远是平等 所以没有变化 不会因为 哦 体向有分别的有变化 你今天你在都市 哦 觉得不好 到山上觉得清静也有变化 你在那里清静被清静燃 被清静燃你还是设在三界里面 所以主物成庸 所以常是没有变化 常乐是什么 你在哪里都一样 因为它不是活在这个心里面 是在活得不在内外中间的一心里面 所以乐这一心不是在身子里面 一心就是灵觉性 它不知道在哪里 不在内外中间 不在哪里这一心 这一心它原造十方法界 所以它有无上菩提觉法乐 又无上涅槃极灭乐 所以这两种乐 所以用而不染 清静自在 这才是真正静的 我是什么 只有这个体性叫做觉性 叫做佛性 叫真如 叫如来葬 有这个体性 这个体性是非清房似白大小方言 心形楚灭言语道断是有的 像虚空性 我们形容它的 凌而空 空而凛是虚灵不灭 是有这个体性的 这个体性讲我 有这个体 有这个体呢 又能够当家做主 这个叫我 我 常若我进来 我是能够当家做主 所以我常说 我们是四照三千 是照了夜背 天到人间法界 如来是在一心里面 在决心里面 他是礼祭三千 众生有感菩萨有孕 他可以十二种类型 入浩瀚的宇宙 不管再远都没关系 因为他没有眼镜 没有大小 没有迹理眼镜 没有时空 他就是决心嘛 就像你晚上做梦 那个梦境有大小 有时空一醒过来 就是那第六四的分别而已啊 如果你破了根本无名 你看法界也就是决心 也就是一心的决心嘛 所以他能够当家做主 所以我是指这个意思 藏了我 那进 天上天下唯有独尊 进法界只有一心 只有寂静的心体 现象界就是本体界啊 这么差别深的外向的差别像 他觉得本体界 就是清静的决心啊 你去跟水污染啊 没有 只有一个啊 你跟水污染啊 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啊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而已啊 就像你梦醒啊 梦境 怎么会有污染 梦境里面有污染 醒过来只有心 没有污染啊 所以那是真境啊 是藏了我境 你只有正的这个 才是真正的境啊 否则你总是有分别啊 所以你亦必先求尽者 尽是未有其方啊 唯有你顿悟无声啊 你身见缘起 知道这是一心的缘起 现象就是本体界啊 本体界当体即空了 你才是真境 你到哪里都一样啊 何况啊 旷富翼翼长隶 何况你在驻山 你在山里面 你还会写信跟我讲 哇这个 啊这高低 高低风顶啊 这个 福 这个凉风吹来啊 坐在那里 还可以看到清风必朝 明夜至深 风扫白影啊 明花香果 风鸟玄江啊 那个元宵长隐啊 眼镜皆听啊 你还在看到这些 在欣赏这些啊 你还在立香代人所 你还是有分别 有骑蛇啊 所以啊 何况这异裔的长隶 这么 异裔就是 非常的 非常的茂盛 清脆茂盛这些 陵木啊 呃呃重宵啊 这些山石啊 哇 山石 世上还长了那些松树啊 那松树还长了奇形怪状 看起来像国画一样很漂亮对不对 那些松树 那个啊 那么美啊 你已经在动心了 起象动心了 所以偶偶的松笑啊 就像高耸这些食言啊 鸟寿乌烟啊 这是形容鸟叫丛名 还有这个动物的这种提叫啊 鸟寿乌烟啊 松竹生绍啊 这个松啊 竹啊 那个高高 那个树上那个尖峰 那个烧就是树木的尖峰 风一吹这样 咻 好像一个交响夜 自然的天籁一样啊 还加上水石真容啊 这个水流啊 过溪水的沙沙沙沙沙沙沙流水声啊 那个听起来的赏心夜耳啊 还有山的高帽真容啊 风之消说啊 消就是草的名字啊 风吹四枝啊 风燕这些草啊 草丛啊 都会发生一种自然的这种声音啊 风之消说 草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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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丛就是这些草藤之类的 这些藤树之类啊 草丛纏绕的 这纏绕 看这猴子这些草丛这样 啊像吗 荡来荡去啊 像荡秋千一样 荡来荡去啊 荧雾烟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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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雾看起来是人间仙境一样 荧雾弥漫的 一下荧雾散啊 就看到大地的这种美景 荧雾 这个升起的时候啊 像是人间仙境啊 这个荧雾烟熏啊 洁雾衰荣啊 这个春夏秋冬 它这个景色的变化 到了春天的时候万物滋涨 夏天万物生荣 秋天的时候万物萧条啊 到了冬天一片白雪啊 这种变化 让人家眼花缭乱啊 所以晨昏玄黄啊 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 哇 露出一下子 大地一片光明 到了晚上的时候 那个夕阳非常的美丽啊 所以有一句话叫 夕阳无限好啊 只是近黄昏啊 到了晚上那个夕阳真的是千变万化啊 非常的美丽 啊 能够让人家看得眼花缭乱啊 所以晨昏玄黄 四肢种类 起飞杂 寻杂啊 这些景色难道不是在那裡 擾亂你的心嗎 你会欣賞它 比如说你心情受了影响啊 你在城市受了城市的影响 你到那裡 欸對不對 受了那個山林的影响 只是中頂山林 各個喜好不一樣而已啊 你只是喜好山林啊 你還是喜好啊 那有的人喜好城市啊 喜歡到城市宣法的地方 喜歡逛百貨公司啊 喜歡看電影啊 他就不喜歡住山 只是喜歡不一樣而已啊 你還是有所偏好啊 你還是执著啊 你還是妄想 你還是分別啊 只是分別不一樣 只是你的分別感覺上好像比較高尚一點 這樣而已啊 是不是 所以你還是有分別啊 是不是 不是 所以你哪裡有道心啊 這是跟他說得很清楚啊 是不是 所以這也不是宣紮 你也是要起相動心啊 事故見賀上衣啊 觸途成智啊 所以你見賀你能見境界 分別染境已經汙染了你的心啊 對不對 觸途成智而已啊 你也是跟城接住的時候障礙了 你起相你納在心啊 起心分別 你的心已經受汙染了啊 你眼前染而不進啊 不是真進啊 你沒有真正的證物啊 就是沒有直接講說你沒有真正的證物 證物哪有分別即是染進 證物見一切法緣起 因緣有自信空 哪裡有這裡好那裡不好的 所以大修士講 所到之處弘安樂 到哪裡都是一樣 心進是一如的啊 所以你只是促途成智而有的障礙 這樣而已啊 所以你必須要這個 稀稀先四道而後居山啊 這才對啊 你要正道以後居山 你就沒有分別了 你到哪裡都一樣 你入道而增山 目的是有的教化眾生 教化那些 所以認為這個修行人啊 一定是在山 住在深山裡面 一個人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入山 參房 對不對 參房行道 你遇到英年成熟的 度化他 他因為留下你的教導他 你才有個傳人啊 那人多了聚眾了 你再搞個毛棚嘛 那麼整人再多就搞個叢林嘛 真的古代大德都是這樣蓋起來的 然後這些人會去宣傳 一下子佛弟子都很虔誠 哇 從山下這樣扛啊 背啊 會蓋著一個叢林 大家在那裡用功修行 所以你要知道 古代的叢林蓋起來真的很了不起啊 那些建材都是這樣扛的 背著這樣背上山啊 所以你住在山啊 住上去啊 你根本不想下來 為什麼不想下來 因為你要下來要走兩個禮拜 要走兩個禮拜啊 對不對 沒有車子啊 要用走路啊 就是走小路要走走走走 然後再上去又兩個禮拜 來回要一個月 彎轉走路 爬山登山越嶺 好辛苦啊 誰要下來 所以啊 他心裡很親近 底下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他根本不知道啊 對不對 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他心很親近 很容易 就把心進化了 等到他真正開悟見信以後 他回入法界 教化眾生 或者是開悟見信以後啊 他也住山 教化眾生 建眾生啊 都是這樣啊 這個叫做 後姬啊 住在山上 姬化 後姬 姬他的累積 他的智慧功德 成熟的說 幫助眾生 所以啊 所以啊 這個 所以是須先須四道 後乃居山 若為四道而先居山者 但見其山 必望其道啊 所以你就會享受這山景 那有的人呢 他心裡會恐怖啊 對不對 他如果還沒有 還沒有見到就住山啊 他住在那山裡面 蓋了一個小毛棚 住在那個地方 晚上一睡覺看到 哎唷 那毛棚那個 那個 那個牆壁上 那牆壁都是用那個柿枝這樣 這樣 定起來的 柿枝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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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綁了一些芒草啊 把它綁在那上面 那芒草 用綁的嘛 繩子把它綁起來 所以那個蛇會鑽進來啊 你看那個蛇在那個地方嚇得要死 對不對 可是為了維持一個住山的 給人家一個形象 哇 你住山啊 一個人住山啊 其實他是嚇得要死 對不對 晚上看著那個蛇嚇得要死啊 你知道嗎 但是久了也會習慣 久了也會習慣 反正看久了 你不要去傷他 也沒關係啊 對不對 蛇也不會咬你 欸 一到冬天真的死會來啊 蛇 所以住山呢 要有 要真的見到了以後啊 蛇 什麼都放下來 這些動物他們也有靈性 你真正有道行啊 欸 他保護你 所以你真正修正到了某個功夫啊 那老虎都會來跟你在一起 以前那個懶龍禪師就是這樣 懶龍禪師啊 道姓大師啊 我們世主道姓大師 他看到了遠山 一片紫雲 他說這個地方比有高人 他就去了 去了 他那山腳下 問說 這裡有沒有大修行人 他說山上住了一個榮禪師啊 他整天就靜坐不理人家的啊 大家都說他修得很好 他就上去 果然看到他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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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那裡 靜坐啊 那他經過跟他幾番對白以後啊 他知道 這個懶龍禪師啊 他大義就是這樣 因為我一下子 我在跟你講 我講到了 半小時以後 腦筋就不靈光了 但是這個故事大概就知道 他見了他以後 舉番對白以後 他知道 他講得有道理 所以他就站起來了 他說 請問一下 這個 這個 道信大師 你認得他住在哪裡嗎 欸 他就是道信大師 那你問他 問道信大師幹什麼 他說 我已經久仰他 我很想親近他 但不知道他的住處 他說 在下正是 我就是啊 他說啊呀 久仰大師啊 這個這個這個 我今天真的是 蓬壁聲揮啊 就讚嘆一番 啊道信大師 就說 啊 那這個 我有什麼地方可以休息一下 我走了半天啊 找個地方 啊 歇個腳休息一下 啊 懶龍禪師好 我後山就有個 有毛棚 是個休息的好地方 啊 那這個這個 懶龍禪師啊 龍禪師就帶著 道信大師走到後山 後山都老虎 在幫那個看著他 老虎啊 老虎都會親近他啊 你知道 那真的是 那個 那個 白鳥鹹花啊 那猴子都採水果來供養他 老虎幫他開門啊 那道信大師就假裝很害怕 老虎啊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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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 懶龍禪師就 跟道信大師說 你還有這個啊 就譬如說你心裡還有害怕啊 你還有這個啊 懶龍禪師 那大師就問他 你看到了什麼 你利能鎖嘛 你為什麼不看自己還看別人啊 然後他走到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療房 療房當然有一些 簡單的設備啊 那個茶具啊 桌子啊 那 那 容禪師就跟道信大師 你坐一下我去拋個茶 他就安個茶 道信大師 就在 他自己做了一個 一個石凳 他就在另外一個石凳上 寫了一個佛字 寫了一個佛字 那容禪師回來以後 那請坐啊 對不對 那容禪師不敢坐啊 一看有什麼佛字 我坐在佛上面啊 對不對 那佛字只是一個字而已啊 但是他還是有執著啊 是不是他不敢坐 那個 道信大師就說 你也還有這個啊 對不對 是不是你也還有這個啊 他心裡有助啊 然後經過一番對談以後 容禪師真的開悟了 所以 道信大師為他證明 傳法給他 從此以後啊 這個 鳥也不在鹹花啦 猴子也不在送水果啦 為什麼 誤了同位誤啊 一樣啊 零度走到三百六十度啊 是一個無修無證者啊 這些 這些 這個猴子啊 鳥啊 老虎啊 完全看不出來 這是那個大修心人啊 無修無證者啊 大家知道這個故事啊 所以我在講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啦 也還好 我有一些忘掉了 沒有講出來 裡面都已經知道了 那沒關係 對不對 哈 所以啊 這個 哈 但見其道 必忘其道啊 他會住山盡而生心啊 那若未積山而先適道者 假如說還沒有 入山而先適道者啊 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啊 所以他無所住而生其心 哈 但見其道無所住而生其心 他看到這一切萬法 色列各有道 治有道 各不相煩惱 這緣起之法就是這樣啊 所有的一切境界都是緣起之法 緣起信空啊 他看到法界就是一個道啊 一個道要延伸 甚至深樓萬象零零種種啊 哈 所以個人修行個人聊啊 哈 個人吃飯個人飽啊 哈 因為 道 就是 就是如是啊 你這樣做得到了果 因緣果報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啊 若為其山而先適道者 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啊 他先無所住而生其心啊 所以他能夠見到這 勢力不二 染盡不二 法而如是啊 望山則道信以神啊 望道則三行懸目啊 望山則道信以神啊 因為道而心況神以啊 哈 因為你內心有道 他自然 有長樂我盡啊 自在無愛啊 心無誇愛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啊 所以是 是 是 道信神以 而不是見了山景 去欣賞山 山景啊 那是取向身心啊 心已經動搖了 所以望山則道信以神啊 是你享受你自己的內心世界啊 你內心常樂我盡的內心世界啊 但望道則三行懸目啊 如果你是望了道 你就看到三行懸目啊 你念念起心攀圓啊 攀圓的鳥叫蟲鳴 那是自然的那種音樂啊 自然的那種音樂鳥叫蟲鳴自然的景色啊 你已經起心攀圓啊 所以望道者三行懸目啊 是以見道望山者人間也疾也啊 見山望道者山中乃仙也啊 所以望 見道望山者啊 人間也疾也啊 那見山望道者山中也是一樣很喧鬧啊 你也是受了境界的影響啊 那必能了陰無我啊 無我隨著人間 若知陰入如空啊 空距何疏山谷啊 如其山毒未怯啊 六成喪勞啊 身心自相矛盾 何光人山之先己也啊 所以你一定要瞭解 五陰無我啊 五陰本空六成非友啊 一定要瞭解 要誤入這個境界啊 你看六祖輝能大師 他平時的說法 他不是在教你慘定啊 他叫你要誤入十項啊 五陰本空六成非友啊 那 任元經前面 那三卷那是最重要的 這心地法門 七處真心十方顯見 七處真心找不到心 阿蘭說那我沒有心 那我怎麼能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呢 佛陀才接著為阿蘭十方顯見 啊 漸進才是真有的 旺心沒有體 旺心就像海浪一樣 浪沒有體 浪的體就是水 如果沒有水一定沒有浪 但是有水有風一吹就起來浪 所以我們就是被無名風 把我們的心水吹起的四浪這樣而已 所以旺心沒有體 真有的就是我們的自信 所以你只要自信不往外圓 他進下來了那就真心 所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起心攀圓著相來就明眾生 離相如如不動不娶一相 那就是一切諸佛 就差別這樣而已啊 那接下來佛陀就告訴阿蘭 會四顆忌真元璋七大忌心 叫阿蘭的方向 告訴人家五印六入說是十八戒 這根層接觸這一切萬法 會是個忌真 他叫如來杖妙真如性 所以我常講如來杖有三個名稱 一個叫空如來杖 就是他的體性是空極的 如來的寶藏 就是說盡至妙原體本空極 這就是如來的寶藏 是空靈不滅 空如來杖 這是宇宙的本體 這是本體界 但是誰的緣起啊 這緣起就根本無名 見失無名 著空 著清淨 著喜樂 著五一六成 加上總統造作 變成了這司法界三千諸法 這司法界的三千諸法 當體就是如來杖 但是他已經變成了現象 我們再給他加一個不空如來杖 你看都是如來杖 空如來杖 不空如來杖 這不空如來杖 是緣起 變現出來的 所以當下這空有不二 受基督空 空基督色 受想形式 亦乎如是 所以這空有不二 我們叫空不空如來杖 都是如來杖 全體都是如來杖 除了如來杖以外 沒有其他東西 那如果你真正正到了空如來杖 那我們叫做如來杖 妙真如心 當你一念不絕 心動起心攀連 我們叫如來杖 四杖 變成四杖 那其實呢 都是如來杖 體性都是如來杖 所以佛陀告訴阿蘭 這五陰六入十六處十八界 五陰本空 六成飛游啊 他就你自己心事變現出來的 所以這一切有情無情 體性都是一心啊 全體都是一心啊 所以有情無情是一不是二啊 我們把它分開啦 所以你我 我們現在科學家也證明啦 這個無情它有 它有心事啦 有感覺的 有分別的 不是心事是有分別有感覺的 所以那個水啊 日本人在十幾年前做實驗 把那個水分子啊 放在那個顯微鏡底下看 刻字它 那個水分子就變成很恐怖對不對 你讚美它它就變得很漂亮 那個花啊 草啊 我們做那個花 如果你給它放音樂啊 讚美它 它長得非常的艷利啊 如果你天天弄些 吵雜的聲音都厚住它 它那長得很醜陋 它一樣有分別啊 所以有情無情同源種子 都是如來杖 三張七大寂信 那會變成這五陰六陸說出十八戒 那就是七大 地水空空跟四 這七大也是如來杖妙真如信 所以前面 是講新帝法門 告訴你五陰本空六層非有 放下了 你真正放下了 那就是如來杖妙真如信 你沒有放下了 它就是如來杖四杖 如來杖四杖就會 幻現出不空出來杖 這司法界三千諸法 它當體即空 一定要了解這個道理啊 了解這個道理以後 真正物質的道理起關心 那阿蘭就問啊 那為什麼 這個空出來杖 這樣會變成我們現在的身心世界萬法呢 會變成不空出來杖啊 耶 佛特在為阿蘭說明 這是同分旺見跟別旺見 大家都有共業聚合在一起 同分旺見 看到這些境界 但是看到這些境界 有的人在這個境界會高興 有的人在這個境界會難過 會不舒服啊 所以我常說啊 父母親生下了五六個小孩 這五六個小孩啊 有的在這個家庭裡面高高興興歡歡喜喜啊 有個小孩在這裡面哭哭啼啼啊 覺得過得很痛苦啊 為什麼會這樣 別旺見 他們業力不一樣 所以有的人有福報啊 但是業障重了 所以有福報 但是他過得很痛苦啊 所以又有很多 有錢有低位的人自殺 也有啊 以前有位 香港有位大明星啊 影歌四 電影 唱歌 電視 大明星 身價是幾十億啊 最後他自殺啦 對不對 好 你看 我沒有講他的名字 他都在電腦啊 好厲害 你們知道是誰啦 是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 那就是有福報業障清啊 所以我們是活在我們的自信世界啊 所以佛陀就開始 這是同分旺見別旺見 大家同分旺見 看到這個世界 別旺見 感受這個世界不一樣 是這樣而來的 那這個四科裡面講的最詳細就是十八戒 所以十八戒 再加上七大乘二十五 如果你在這裡不悟 後面才有二十五元通 二十五元通就是根據這十八戒加上七大 你擇一而修破相就顯信 破了相 因為他當體的信嘛 全相即信嘛 全世即理嘛 所以你只要擇一破了相 就全破了 你就見到了信 見到了諸法的四相 所以後面那二十五元元通是叫下了 前面那三張是中門的 中門就告訴你 五陰本空六成非有 必盡無所得 所以一定要聊五陰無我 他本來就沒有主體沒有體性了 五陰有的就是真如 所以無我隨住人間 沒有我是隨住人間 沒有我啊 五陰本空啊 你到哪裡都一樣 只有一個決信 虛靈不滅的決信 我們現在虛靈不滅的決信 因為無死憤無名 然後這個圓著三敘六出 所以生生世世 生生世這樣輪迴 有了聚生我法二子啊 所以就很容易啊 有了聚生我法二子 所以聚到人間以後啊 而經過人間的心息 要變成了分別我法二子 因為你有根本的我法二子 聚生的根本啊 所以在人間的心息又變成了 人間的分別我法二子 分別這一切善惡 分別人間的習俗等等 所以分別我法二子容易破啊 在文字學所說到了 初帝菩薩分別我法二子就破掉了 那福聚生我法二子 到了八帝菩薩在破聚生我職 到了十帝滿心 稱佛了破聚生法職 正大元盡職 同時前五式轉成成所作職 第六式跟第六式跟第七式成就 那個上品妙觀察制跟平等性制 轉八式成四字啊 所以無我隨著人間啊 所以若知音入如空啊 音 五音六入十二處十八戒 這音入就是指這四科 五音六入十二處十八戒 會四科即真如空 就是他就如來仗 這四科就是如來仗 那如來仗是空啊 空性是你這件西靈不滅的本性 所以我說現象界的本體界啊 這司法界三間住的現象界 就是你這一念西靈不滅的決心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這件西靈不滅的決心 有了我法二子啊 有了住了相待能所 住了斷場有無啊 所以他在動啊 所以你正不了啊 當你這一念心性裡的斷場有無 相待能所正住了一心 進法界就在你心體裡面 你完全看到了 原造十方法界就是你念心體而已 但它不是真的 就像夢醒過來一樣啊 它是你的心體啊 極盡一心現十方法界啊 大圓盡之就現前了 所以啊 無我隨著人間啊 沒有我隨著人間 只有這虛靈不滅的決心 原造十方法界而已啊 哪有真正的我這個我體呢 所以你在靜坐的時候 知道只有這個空閩囊靜 忘了身子 只有一個集而造造極 空閩囊靜的一個決心 你會很清楚的感受 慢慢忘了這個身形 所以靜坐很重要啊 你才能夠體驗到 經理所講的這些道理啊 你在洞中沒有靜坐 你只是文字上有啊 你根本沒有感受到啊 所以靜坐你到了 入甚深的這個這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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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安靜下來的時候 那個空閩囊靜 急而造造極的那種現前的時候 就會忘掉你的身子的感覺啊 所以啊 無我隨著人間 這是勇家大師他實證的境界 因為他金子關法門 他對禪定的功夫很深入啊 所以他知道 他在那個境界 虛靈不滅 空明不二的時候啊 他感覺到沒有身子沒有我 唯有這個 雞而造造極 空明不滅的決心而已 這個決心不在內外中間 只個虛靈不滅的真決而已啊 所以啊 沒有我誰住在人間呢 所以若知陰入如空啊 空聚何諸三苦啊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五音六六十二十二十八 這也是夢幻虛假 根本了不可得啊 就像辛金所講的照見五音皆空 那空聚的城市 這空聚就指城市 城市這五音六十二十八 這季候在一起的空聚的城市 跟空聚的山谷有什麼差別嗎 一切法空那有什麼差別呢 那如其三獨未竊 但是你有身見我直 有種種的分別心 內心的激染還沒有去掉的時候 六成善擾啊 身心自相矛盾啊 六成善擾啊 你會受到這六成的影響啊 你會覺得世間是鮮饒啊 而山你是臨盡啊 你受到這六成的影響啊 像我們常講的 數一盡無乃風漆啊 你事本來想盡 那風還在吹啊 那風不停你怎麼辦 你以為你在 住了山那風就停了 沒有啊 你還是被那個 山盡所影響啊 你還是動心啊 所以啊 六成善擾 身心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 你還是起敬 還是受了影響嘛 你還沒有 不是真正心靜下來的啊 所以如果真正心靜下來的 你寫的心的內涵 不是寫這些啊 你只是在描寫現象而已啊 你不是講心靜 你是講現象啊 所以啊 你自心自相矛盾啊 何況人山是宣極啊 何況在人群中 或者山中的宣極啊 你如果知道五陰本空六成 會有你不住向萬法本極 所以佛陀有個名號叫什麼 叫喪品極媚人 他到哪裡都是極盡永安 好像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 到哪裡都是極盡 因為他真的是如來賬 沒有真如心 是真的真如啊 他知道自己的幻化去講 他絕對不會去領那境界的啊 不瘦啊 真正的人不瘦都不瘦啊 所以如來叫喪品極媚人 極盡永安 那等絕菩薩叫什麼 中品極媚人 實地菩薩叫下品極媚人 所以呢 這三個位階 實地等絕妙絕 這叫果地絕 我們講果衛菩薩就指喪個位階 所以到了果衛菩薩 他實地菩薩 他就圓造浩瀚的宇宙 近虛空騙法界 這相性體力做音源果報本末究竟 坐在他一心中 但是他這圓造實用法界 他還是有種微細的波動 還有漣漪啊 是還有漣漪啊 所以我常常舉例說明 猴子還可以感覺 那這影子因為他的漣漪還在動 那等級就更安靜一點 但是還有一點動 到了妙節 就像完全沒有聯誼的 完全一瓶如水的 那一種導引一樣 那種水面上的導引 你會感覺那個導引就 那好像真的 就在水面上而已 那個全部的導引就是水 水就是導引 所以這個時候叫做一真法界 又叫做長極光圖 生圖不二 那個禁界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禁界 完全就是自己的一念 心信中的影像而已啊 那你怎麼會 會受騙呢 那你自己嘛 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吧 就是一心變出來的死法界 就是一就是一切啊 這一心沒有大小 就是一個知啊 知知一知眾妙之門 知知一知縣 知到這些大言盡知 這裡面不是大小啊 只是知啊 知覺性的覺 覺了一切法啊 所以啊 何觀人山之幾境 何觀你住在城市裡面 跟人相處 或者住山裡面 看到的這個山水的風景秀麗啊 還在鳥叫蟲鳴啊 是不是何必還有官將的分別呢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 我現在發現到真的 過了兩個小時以後 那個三個小時 腦筋就比較遲鈍 沒有辦法 年紀大都講不了 75歲了耶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啊 我想我還是 先叫大家靜坐一個小時 再來上課 那今天不會分成 但是課會上不完 請作為大德一起合掌 功念回向祭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以眾生 皆共臣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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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